报告修宪委员会 各位专家学者 各位立法院的同仁 还有各位媒体女士先生 依照修宪委员会召集委员会议 自104年4月9日起至5月11日 每星期四及星期一 各召开一场公听会 共计召开十场的公听会 今天是立法院第八届修宪委员会 所召开的第四场的公听会 讨论的议题为 一 从扩大人民政治参与 谈人民行使公民权之相关问题 指题包括修宪降低投票年龄 及不在籍投票入宪之必要性与可行性的探讨 二 多元民意跟意识效率的一个对照 谈降低部分区立法委员政党分配门槛之可行性 那第二大题是 从深化政府再造精神 扩大政府授身 谈减少大法官的席次 还有考试委员的席次 及监裁委员人数 以其任期交错置之良语 那本场公听会 共邀请15位宪政学者专家到会发表意见 那各党团推荐的学者专家代表名单 请大家看参考议案关系文书 每一位学者专家的发言 均会留下历史记录 我们会做成公听会报告 送请委员参考 那本期在此代表修宪委员会 感谢各位学者专家 在百忙中 波容出席 历琳指导 谢谢各位的参与和支持 今天的公听会进行的程序 先请三位学者专家来发表意见之后 那每位学者专家发言的时间八分钟 接着三位学者专家发言完毕之后 就由本院的委员 依照这个登记的顺序来发言 那本院委员发言时间为五分钟 再请 这个委员发言完毕之后 再请三位专家学者发表意见 再由本院委员来发言 就依次来发言 以此方式交叉发言 这个交叉发言完毕之后 我们再进行第二轮的 学者专家的一个发言 首先我们请 这个台北大学公共事务学院 我们顾代理院长 来发言 要介绍一下是不是 好那我先介绍好不好 那首先介绍这个 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 黄清贤黄教授 接着介绍台北大学公共行政 及政策学系 陈金贵教授 接着介绍 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 范世平教授 接着介绍 政治大学法学院 廖元豪教授 接着介绍 明传大学公共事务学系 季俊成教授 老朋友 人呢 还没到 在那边 好谢谢 接着介绍 台北大学公共事务学院 我们顾院长 顾院长 张主任 还没到 接着介绍 台湾大学法律系 陈昭如教授 接着介绍 东吴大学政治系 系主任 我们黄秀丹 主任还没到 接着介绍 台北大学公共行政 及政策学系 也是台湾大学 国家发展研究所 的坚认教授 郝培之 郝教授 接着介绍 台北大学公共行政 及政策学系 陈耀祥教授 接着介绍 南台科技大学 财经法律研究所 罗承忠教授 刚才也参加了 我一个公听会 谢谢你 接着介绍 民间推动废除监察院 联盟发言人 永舍副主任委员 李燕斌 副主任委员 还没到 接着介绍 考试院的顾问 也是台湾安全促进会的会长 其实我们的考试委员 之前的考试委员 陈茂雄 陈教授 陈会长 接着介绍 佛光大学 未来与乐活产业学系 的系主任 我们何正胜 何主任 以上 如果没有介绍到 稍后再来补充介绍 接着来介绍 本院的委员 我们在场委员 首先介绍 李应元委员 也是我们的招委 修宪委员会招委 接着介绍 丁守东委员 我们资深委员 非常优质 接着介绍 陈 陈庭飞委员 是哦 我差一点脱口而出啦 谢谢哈 好 那我先跟 那个 范世平教授 还有何正胜教授 还有陈茂雄会长 先抱歉一下 我们 那个 因为我们先请 这个 顾代理院长 先给他讲话 好不好 谢谢哦 那请顾院长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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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還有我們立法委員先生女士們 還有我們在座的學術先進 大家午安 很高興能夠在這一次修憲的公聽會 第一個發言 也感謝主席給我這個機會 因為等一下我可能1點5時就要離開 因為富康巴士要帶我到三峽台北大學去 感謝主席給我提早發言 那麼關於這次的幾個議題 我覺得這個都很重要 那麼有關這個 是不是我們要降低投票的年齡 從20歲降低到18歲 那我個人是持肯定的一個態度 因為他實在有很多的理由可以來支持這樣的一個做法 比如說我們擴大這個擴大這個參與 那麼可以及早讓我們這些18歲的這些年輕人 進入到公共事務上的參與 那麼而且這個18歲投票 這也是一個世界的一個趨勢 我們根據相關的資料 大概現在全世界有162個國家都是18歲投票 那除了我們台灣是少數例外的 那所以這也是一個世界的趨勢 那我覺得更最重要的問題就是說 我們現在台灣社會呈現出很多年輕人必須參與的一些問題 比如說世代之間的正義的問題 還有我們這次從去年的319的太陽花 這些事件我們可以看出來 事實上很多公共議題都說我們年輕人可能他要想去參與的 比如說現在房價很高 年輕人根本想要用薪水來購房 是根本不可能的 那所謂還有等等的就業的問題 這些都是我們年輕人想要參與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最重要的可能一個利基 就是說現在的問題不是老年的問題或中年人的問題 而是年輕人問題 所以我覺得把這個投票年齡降低 讓這些年輕人及早來參與我們公共事務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那另外就是說針對這個 很多有一些反對理由認為說 18歲會不會太年輕 那麼他們到底他們的這個能力參與公共事務 這個決策能力到底夠不夠 那會不會被民粹綁架 會不會被民粹綁架 那我是覺得這個問題 我們應該要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就是說這個可能在這些年輕人 從小學到高中 甚至大學做公民教育的強化 公民教育 我們我不曉得各位的這個經驗如何 以前我們在學校上的公民與道德 大家都認為是遼備一格的課 那上這個課的老師 也認為自己是不被重視的 那所以我們怎麼樣來強化這些年輕人 他有這個參政的能力 論政的能力 可能跟我們的這個學校裡頭的 所謂公民教育的這個訓練是有關的 我想有充分的這個公民教育的訓練 我想他們的這個能力應該會提升 不會很輕易的被這個所謂民粹帶著走 所以我覺得這個我是肯定把這個降低了 那但是就是說我們配套可能在這個 學校的公民教育 這個可能要強化 讓他們的能力能夠提升 好 那這是第一個議題 第二個就是就這個不在籍的投票 那我個人對於這個不在籍 那也是抱持了一個所謂審慎樂觀的態度 那我是覺得在樂觀上面 我是覺得這個不在籍的投票 有它的可遇性 我們為了擴大參與 讓這些因為工作的關係 或是長年旅居在外或是外交官 那麼這些沒有辦法投票 他們也能夠來參與 所以我基本上 基於這個全民參與的這個 我是樂觀 我認為說是有很高的可遇性 但是我前面又加了一個審慎樂觀 審慎就是說 那可能在技術性 技術性上我們要去多去琢磨 比如說我們講到不在於投票 很多人都提到那個通訊投票 我們把選票寄過去 那他要不要寄回來我們不知道 那他也許他就會把這個票 拿回家當紀念品 以後可能在網站上拍照 這是哪一年的選票 這個我們沒有辦法 通訊投票我們這個沒有辦法禁止 對不對 沒有辦法禁止 我要不要寄回去 是我的自由 好 那這個就會造成 投票日投票的那些民眾 投票日當天投票民眾 說既然通訊投票可以不寄回來 不投票 那我可不可以拿了 我投票 我在投票所拿了這張票 我可不可以不投票 我也可以拿回家做紀念品 對不對 那另外就是還有一些很多技術上的問題 比如說那個選票要怎麼製作 會不會產生這個所謂做票的現象 因為那個票也不是 有沒有防圍的措施或是什麼 那你要這個做票很容易的 還有這些秘密的問題 等等 所以我個人認為 那也是基於以前的許多學者的一個 專家學者 還有我們實務人員的一個看法 我認為說應該是由 可能我是覺得在縣市長的層級 先來實施 我們先找一個試點 我們不要鄉鎮 鄉鎮那個太小了 那也有人建議從總統的選舉開始 來不在即投票 但是這個總統的選舉 這個我是覺得比較敏感 可能我們在縣市長的這個層級 來先行試點會比較 比較我個人認為是比較恰當的 那另外就是由這個國內 然後慢慢實施到國外了 譬如說台商或是這個華僑 僑民等等 那麼由這個移轉投票到通訊投票 移轉投票 事實上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很多的那個 投開票所的人員 他們就有這個 在那個投開票所先行投票 他們就在那邊投票 那事實上這已經有一些經驗了 所以我是覺得可以先從移轉投票 那麼慢慢再擴大到通訊投票 那基本上我是對於這個 不在意投票是審慎樂觀 那就是說有一些技術的問題 恐怕這個是要比較去克服的 那至於另外一個議題就是說 要不要這個政黨的門檻 要不要降低 從百分之五降低到百分之三 我這個想了還有幾分鐘 還有一分鐘 那基本上我也是同意降低這個百分之三的 降到百分之三 因為可以讓更多不同的觀點的人 人們來發言 不同的黨派來發言 那至於說現在有學者或是有專家是擔心到 會不會被小黨這個夾持 他假如在我們政黨協商不簽名 我們就沒辦法出來 那事實上這個 我們讓降低這個小黨的門檻 那只是一個立足點的平等 那至於說真的到院裡頭來協商 那就是要 那我們不要齊頭是平等 就讓各個黨派自己去競爭 比如說按照他的席次的多寡 還算權重等等 那所以基本上我也是認為說 我同意就是把這個門檻 從百分之五降低到百分之三 那以上就是先做這樣的發言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謝謝我們顧穆勤顧院長的發言 接著我們第二位請 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范志平 范教授 主席呂召集委員 還有各位的學術界先進 各位委員大家好 我今天也非常高興 榮幸來參加這個公聽會 那針對今天的兩個議題 我想我提出自己一點粗淺的看法 有關於這個修憲降低頭跳年齡為18歲 我想剛才的第一位發言的學者已經提到 我提不上贊同 就是說這個對於我們這個落實民權 有相當積極的意義 也可以讓我們的年輕人更多參與政治 特別是現在這個年輕人的聲音 成為我們這個政治運作不可或缺的一環 第一個議題有關於不在籍投票的必要性 我個人因為我的戶籍是在金門 所以我大概已經有好幾年沒有投票的經驗 因為我們都知道在離島地區 要回去一趟非常不容易 那金門跟馬祖或澎湖 除了坐飛機的話 基本上沒有其他的交通工具 那每次到投票的時候一位難求 所以我覺得我是非常贊同 能夠在不在一起投票 那如果說剛才也提到 就是他有很多技術的問題 那我想這可以循序漸進 一一來克服 例如說我們是不是可以先從 金馬地區的這個民眾 那他們在台灣也可以不必返回 這個戶籍地來投票 我想這是一個最具體 而且可以比較少精益的一個做法 然後再慢慢地做擴大的一個作為 我想這是有關於不在一起投票的部分 那至於這個有關於 是不是要降低不分區立委的政黨的分配的門檻 就從5%降到3% 我想這樣一個觀點其實 有他的這個好處跟問題 好處當然就是讓民意更加的多元 那當然他再來的問題就是 可能我們會有非常多的小黨 未來可能我們的不管是立法院 或者是我們的政壇 就是變成有充斥比較多的小的政黨 那這個對於我們的議事的運作 或者我們這個國會的這個協商來講 可能會面臨更多的困難 就是交易成本會擴大 那我想這個也必須要去做思考 那至於說第三個案子 有關於是不是要進行這個法官 考試委員跟監察委員人數及其任期才交錯制 那我個人認為就是說 特別是談到是不是要廢除監院跟考試院的問題 那我這邊僅提供就是說 我想考試權是一個 我想在世界各國來講 即便是三權分立的國家 都是採取一個獨立行使 因為他對於我們的公務人員的選拔 這個考選跟培訓是非常重要的 那如果說貿然的把考試院給廢除 把考試權歸到行政院下來做的話 其實我們看到就是說 會不會有這個所謂的政治介入考試的問題 其實我們都知道在行政院下面 有一些所謂的獨立的委員會 例如說NCC或者說中選會 其實我們這幾年也看到就是說 這兩個委員會原本是應該是要超越黨派來運作 但是因為在行政院下 不免也會不會被批評說 有政黨或政治力的介入 那如果說我們把考試權 納到行政院下面成立一個獨立委員會 是不是也會如目前的NCC或者中選會這樣一個問題 我想我們也必須要多加思考 因為如果說他能夠超出黨派 獨立成一個院來運作 目前看起來對於我們考試的公平性 正當性來講 可以得到一個充分的保障 那以上是我個人的前見 請供參考 謝謝 謝謝范世平教授的發言 接著我們請福光大學何正勝教授 請讓何主任來發言 謝謝 主席 各位委員 各位先進 大家好 福光大學何正勝發言 我們今天的議題主要有兩項 不過我主要是針對我們第一項 擴大人民政治參與 談人民行使公民權的相關問題來做討論 那我特別對於這個政黨的不分區代表的這個議題部分 要多所琢磨 我想我們大家都知道 我們現在的選舉制度 基本上是對兩大黨有利 對小黨不利 那麼事實上 不管是從這個多元民主的理論 或者是聯合民主的理論來講 適當的鼓勵小黨 讓社會上不同的聲音 能夠透過這些小黨來反應出來 我覺得比較去符合多元民主的精神 那我想台灣現在民主化 已經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我們的制度呢 反而看起來對於多元的聲音 並沒有提供更多的保障 所以基本上我們從這個角度來出發 我們現在的選舉制度 事實上是應該做調整的 當然有些人會提到 多黨制是不是會對政治造成不穩定 實際上如果從西歐和北歐的經驗 你可以看出來 其實他們的多黨制 並沒有造成社會的動盪不安 一個國家的政治安不安定 基本上跟政黨的體制型態 沒有必然的關係 沒有必然的關係 那麼事實上 我們還可以從別的國家的例子看出來 反而是離心立強的兩黨制 或者是利益聯合壟斷的兩黨制 它會造成國家更大的不安定 我們去看過去土耳其凱末爾時代 以及哥倫比亞早期的兩黨制 都因為意識形態和利益的衝突 而造成國家動盪不安 所以兩黨制並不是國家安定的保障 但是我們在探討選舉制度 以及不分區立委 它的政黨的分配問題的時候 我想我們不能從單一的角度來思考 必須整體的配套來思考 包括我們立委的人數 現在113人是不是合理 包括不分區的立法委員 跟區域的立法委員 他們之間的比例 是否應該做合理的調整 當然不分區立委的這個門檻 政黨分配的門檻 是不是應該調降 這個都應該做一個整體的思考 我手邊有一個資料 我們可以來比較一下 其他國家的情況 我主要舉德國 日本 跟台灣的情況 來做個比較 我們以多少個人口數 可以選出他們的民意代表來看 我們看 德國的人口是8060萬 他們在聯邦議會 也就是他們的下議院 他們的代表總共有598人 那也就是說 平均的代表的人口數是12萬 12.08萬 我們看看日本 日本的人口是1億2727萬 他們在眾議院的這個委員的人數 議員人數是475人 那平均17.75萬 可以有一個代表 台灣呢 台灣2337萬的人口 他的我們立法院裡面的委員 總共113席 平均20.68萬 才能夠有一個立法委員代表 這是明顯不合理的 所以在第七次修憲 我們把立委人數砍半 基本上 它並不是很合理的 我們以德國跟日本的例子來比較 我們就發現 他們比較少的人口數 就可以有一個代表 而我們相對我們要20萬的人口 才能夠有一個立法委員 我們再來看看分區與不分區的比例 以德國來講 它是1比1 它的區域選出來的 這個議員 跟它的政黨 比例名單 是1比1 一半一半 日本呢 大概它的比例是6比4 區域的是6 但是它的這個不分區是4 台灣的是7比3 顯然台灣的比例 也是比較高的 就是說這個區域選出來的比例是高於不分區的比例 那以不分區的門檻來看 德國的不分區的門檻是5% 跟我們一樣 台灣也是5% 日本是2% 可是我們看其他國家 大部分都是差不多低於3% 比如說南韓是3% 丹麥是2% 歐洲議會是3% 以色列呢最早是1% 後來逐步的修正 到目前的3.25% 也是接近3 所以其實合理的降低 我們這個不分區委員的門檻 政黨門檻 到3% 我認為這是合理的 也符合目前世界上 大多數國家 它的這個如果是採取這個兩票制的 他們的這個不分區的這個門檻的這個比例 所以我想這一點就是僅提供給我們修憲委員會來做參考 那麼第二個我想針對投票門檻降低為18歲這個議題 我也發表個人的一些潛見 基本上我也是抱持著一個肯定的態度 主要就是說18歲應該有足夠成熟的心智來履行公民權 雖然我們的民法第12條規定 是要20歲才是成年 可是我們國家很多的法規 包括刑法18歲就負完全的刑事責任 然後很多的法規都是以18歲作為一個規範的標準 比如說結婚的法定年齡男生是18歲 女生是16歲 你購買香菸或者是成人影片 也必須以18歲以上作為一個標準 再加上現在台灣的教育普及還有資訊的發達 年輕人對於公共事務有足夠的判斷能力 所以我們將投票門檻降低為18歲 應該是屬於合理的 那麼第二點我想這個觀點未必是很多人有提出來 但是我覺得它是值得去重視的 就是台灣目前是一個高齡化的社會 再三四年我們就要進入高齡社會 2026年我們會成為超高齡的社會 老年人口將佔20.63% 也就是每五個人裡面會有一個老年人 那老年人的總數大概是460萬人 而相對的年輕人 他的人數是在下降的 所以人口結構老化在政治層面的影響就是什麼呢 它可能導致我們的政治決策的保守化 不利於政治的革新 事實上有很多的研究也顯示 年齡跟政治態度之間 是存在著某種的相關性的 所以適度的降低投票的年齡 擴大年輕的投票族群 有利於平衡人口老化 所帶來的政治保守趨向 謝謝 謝謝何主任的發言 三位學者專家代表已發言完畢 接著我們請本院委員來發言 每位委員發言時間五分鐘 首先請登記第一位的丁守中委員來發言 主席各位在場各位學者專家 我們委員同仁媒體的朋友 有關於這次修憲 我倒是可以說 也理論跟實務都算是 還算豐富 因為過去我在台大政治研究所 這個教書也教過比較政府 那在立法院也25年 深深的感覺到台灣這套 這個制度 政府的制度 現在不但不是帶動我們進步 繁榮發展 反而是阻礙我們社會經濟發展 進步的這個最主要的這個原因 大家都說 說內閣制可能不安定 說總統制定於一尊 每四年一換 是親向於安定的 但是我在這邊要跟各位做一個報告 我當立法委員到現在 大家可以看看 這個我如果算 我當時25年前的這個立法院長 那個時候行政院長 從李煥 從郝伯春 從連戰 肖萬常 唐飛 張俊雄 游錫坤 謝長廷 蘇貞昌 張俊雄 劉兆玄 吳敦毅 陳聰 江儀化到毛治國 換了15個行政院長 還不算他們原來形勢上的辭職 然後再被重新任命的 那這樣子加起來的話 等於是18、9次 那你在扣掉連戰做行政院長的時候 他做了四年半 那平均21年18次的內閣總辭 那你想想看 那平均一個院長才當多久的時間 大概就一年左右吧 就一年左右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 真正內閣台灣這個社會 我們在立法院這麼久 看到台灣這個社會基本上是分裂的 它有歷史的悲情 有228的情節 有統獨的爭議 有南北的落差 這樣子的情形 那這個當總統 我們可以看到定義於尊 大家都看他一個人的臉色 你再不滿意你要等 要等四年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台灣這樣子一個多元分化的社會 反而內閣制是有助於整合的 至少他讓行政 讓立法 任政黨的多數 是同一批人來主持 不會說這個你當總統 我背革抵制 那這個互相背革抵制的結果 什麼一事都無成 你看過去民進黨當總統的時候 國民黨背革抵制 連監察院都不讓他成立 那以後那你再看 這個國民黨執政 現在所有的財經法案 也都很難通過 不要讓你經濟搞好 這種情形 那大家互相扯皮的結果 那一事無成 台灣溢於湖底 所以我在這邊我是強烈的支持 我們要內閣制 就絕對的內閣制 不要半吊子的內閣制 而且內閣制最能夠反映 台灣這個多元分化的社會 而且迅速快速的回應民意 然後重新的這個組成政府 而且當領導人的 永遠要看多數人的臉色 也讓行政立法跟政黨部門 是同一批人多數所主持 那這樣子也讓行政立法之間的合作 可以更無堅 那當然講到降低公民權到18歲 我在上一任立委的時候 我就已經提案 修改我們的選報法 降低公民權到 降低我們的公民投票權 這個到18歲 這個公民權到18歲 那我們在大法官 我們在審核他們的資格的時候 我也問過幾個大法官 大法官他也同意 說憲法保障是最低權利 如果要放寬的話 事實上沒有違憲的這個問題 而且我現在後來 我又再提了大法官的 這個憲法的解釋 降低年齡到18歲 那他們現在大法官會議室 司法院是叫我們立法院要提說 這是立法問題 如果立法院不審查 然後他們就會來開會 來討論 是不是有違憲的這個問題 我是覺得全世界 192個國家 絕大多數個國家 現在都是170多個國家 都是這個18歲 甚至17歲 16歲更年輕了 我們看到蘇格蘭這一次 公民投票也就降到16歲 這種情形 那我們還這個18歲 就沒有道理 大陸對岸都 不我們還20歲沒有道理 大陸對岸都18歲 那我們今天要讓我們的社會 會接納更多年輕改革的聲音 吸收更多的這個年輕的民意 快速的回應他們的需要 也應該要降低到這個18歲 我在這邊再舉個例子 大家今天還在談說什麼 不在即投票 或是降低18歲有問題 我在當國民黨組織發展委員會 主任委員的時候 那時候國民黨已經在野了 根本沒有錢 這個讓我們的海外黨代表 回來投票 然後那個時候 我們爭取不到年輕人 我當國民黨主發會主委的時候 我寫一個專案報告 報到中常會上去 國民黨現在就已經是18歲 就可以選黨主席 可以有選黨代表 選參加初選 這個相關的這個權益 而且國民黨也通過了不在即投票 我們是用通訊投票的方式 這事實在人為 你只要有心做就可以 結果國民黨自己在政黨裡面 都推動都已經做的事情 結果政府現在反而都不能夠做 我覺得這是沒有道理的這個現象 所以我是認為說 這是必然的趨勢 那還有在這個 如果說是權內閣制的話 我是認為考試監察這些 事實上恐怕就要縮邊了 因為行政權本來就是大的 很多一部分 他們考試院是行政權的一部分 監察院你說到最後 這個他來監督定期民意選舉的 這些政務官的政策 好像也不太有這個道理 他沒有民選的 那應該是由定期的選舉 來決定這個情形 所以說必要的這個縮小是有必要的 但是你說席次要增加的話 在我來看 以今天我們立法委員的這個民間的聲望 只有比算命的高 這個老實講 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今天立法案亂象又這麼多 你要去再增加立法委員的席次 然後增加他們工廠的支出 我相信一般老百姓 在公民投票的時候 可能不會樂意支持 這一部分可能要請大家 能夠考量進去 當然如果說降低 這個我們的政黨部分區分票的這個門檻 從5%到3% 在這邊呢 我也沒有決然反對的這個意見 但是我覺得 那必須要考量就是 那我們目前政黨協商的制度 一定要改 否則的話 永遠就被小黨把持 在過去的時候我們就可以看到 小黨林立小黨把持 因為大家兩個大黨之間差三五票 小黨的猶疑之間 他們就做最大的決定 這樣子的話 違反一票票票等值的這個原則 違反民主決策的機制 那這個我是也不同意的 我在這邊還有一點 就是我們在座的學者專家 很多都講 說現在投票方式可能 比不在機投票的 通訊投票 移轉投票 電腦網路投票 提早投票 說還有人認為 國外是這樣 我舉個例子 我去北歐 我是北歐國會議員聯誼會的會長 我們到北歐去訪問 北歐這個議長跟我們講 說台灣是資訊大國 既然還要老百姓一個一個去投票 這是很少的例子 北歐現在已經很少人了 到投票所去投票了 那很多人還跟我講 我曾經講一話就可以問過我 他講說投票 一張一張紙的投票 說還是最公平的 後來我就跟江院長 他那個時候當內政部長 我說是公平的嗎 我告訴你 我當主發會主委的時候 那個時候民進黨曾經講 割喉割到斷 我們的鄉鎮長就跟我反應 事實上我們地方的黑金的這種選舉 很多也有這種買票計票的情形 一張紙投票可以傳達多少信息 今天你拉來的票 婦女會投票的你折一個腳 農會投票的你折兩邊 然後你再投下去 然後你什麼地方系統拉來的 你把它折得很小很小 這樣子計票 他每一票都要張開都要計票 他就可以算他綁到了多少票 這個根本就是已經嚴重落伍的 我們不但選字要改革 我們的選物都要改革 這部分呢 提供我們的所有的學者專家做參考 謝謝大家 我要謝謝所忠雄的發言 接著我們請陳茂雄會長來發言 主席各位女士先生 我們常常國外很好的制度 在台灣完全沒有辦法推動 所以有人說台灣是一個不正常的國家 而最嚴重的問題 是意識形態對立 那意識形態對立呢 很多你很好的制度 你都沒有辦法推動 那意識形態對立 現在呢 越來越嚴重 只要是形成兩黨政治 那如果你是多黨政治呢 都未必能夠逃避意識形態對立 那如果是兩黨政治 這保證一定是意識形態對立 所以那個兩黨政治的行程 是跟現在的立委選舉制度有關 但是呢我們今天的議題呢 並沒有提到說 要改變立委的選舉制度 那有人是提過 所以應該要改成德國人立制 那就可以變成多黨政治 當然我們議題沒有提 所以我們不談這個 變更立法委員的選舉制度 但是有一點呢 是可以讓那個變成 比較趨向的多黨 就是降低部分區立委 這個分配的那個門檻 如果降低下來 降低到3% 那可能會產生很多小黨 那這個對多黨政治 應該是有幫助 那所以呢我還是贊成呢 是降低這個門檻 那有關呢 那個考試院跟那個監察院的問題 這個有一件事情呢 非常吊詭了 以往都是立營的人 要廢掉這兩個院 那國民黨呢一直都反對 那這一次呢 那個民進黨提示 廢支這兩個院 好像在立法院裡面呢 國民黨反對的聲音喔 是很小 沒有聽到什麼反對的聲音 那那個民進黨 所以呢 希望把這兩個院廢掉的話呢 那 記憶兩個理由 第一個理由呢 一般的民主國家呢 大部分是把這個考試權制 併在行政權 那另外一個是 檢查潛制併在國會 這一般的正常的民主國家 事實上還有一個理由 立營很多人的話呢 看看這個五權分立的制度的話呢 是孫中山先生所創的 所以呢 就希望把它拿掉 那以前 國民黨一直要維護 這個體制的話呢 也是因為是孫中山先生所創的 所以希望維護 當然今年呢 是有一點改變 但有一點改變的話呢 這兩個院 何去何從呢 我們是可以討論一下 我們先談考試院 考試院呢 很多聲音的話呢 所以廢掉好了 就併到行政院 那也有一個聲音 說把考試員降下來 如果十九個把它降成 變成五個 這兩種聲音 但是我才發現呢 在立法院討論這個考試院的時候呢 我發現呢 很多人對考試前非常陌生 甚至於把這個考試院 當作像行政院這種情形 行政院就是所長制 雖然也有院會 但最後裁決權是在院長手上 那甚至以前還要出現的 強勢的秘書長 強勢的秘書長呢 就是各部位所長的頂頭上司 就可以指揮各部位所長 這是行政院的教過 但是考試院的教過呢 並非如此 所以不只是很一般人 對考試院的架構非常陌生 考試院還出現過 有院長跟秘書長呢 都很陌生 他們都誤以為他們就是 考試委員的頂頭上司 是錯的離譜 考試院長是考試院所長 不是考試委員的頂頭上司 秘書長更不用說 秘書長呢 連院會的成員都不是 但是考試院呢 他整個最高決策單位 並非院長 是院會 院長你那一票的話 都還是正反意見相等的時候 才有機會投 或者院長呢 連投票的機會都沒有 那秘書長更不用說 秘書長呢 根本就是一個幕僚單位 他在考試院的院會 都不是出席的委員 沒有表決權 那像這一類的話呢 大家都一直把這個考試院 當作像行政院 但是有關考試前的問題的話呢 反而大家不去關心 事實上考試前再處理的話呢 就是處理常任文官的事務 那常任文官的訓練的話呢 從教學 考試 任用 訓練 有四個步驟 那其中裡面呢 教學的跟其他三項呢 那關係比較沒有那麼密切 所以呢 教學可以獨立出來 那就是一個行政院的教育部 其他呢 三個三項工作 就考試任用訓練 以前都是在考試院完成 那到1967年 因人設事 因一個重要的人物 設一個單位 設一個部會所長 讓他當 設一個人事行政局 現在已經改為那個 人事行政總處 設一個人事行政局 這很荒謬的問題呢 考試院本來運作了很久 都沒有問題 設一個人事行政局 把任用跟訓一部分的訓練 移到移過去 拆開了 這才是問題 但是 所有的那個 我們在立法院的話 很少 可能去想到這個問題 事實上呢 有關的考試 任用 訓練 三者不能拆成兩個單位 所以現在修憲 都沒有人想到一個問題 這三個 應該併在一起 那併在一起的方式呢 其中一個呢 就是把現在的人事行政總處 併到考試院 考試院的部會的話呢 重新再調整 還是維持目前的那個 合一制 所謂合一制的話呢 是決策權不在院長所上 也是在院會 這是一個方式 另外一個方式的話呢 真的考試院就廢掉了 考試院廢掉了 那考試院那個 裡面有三個部會 併到行政院去 那到了行政院 就變成用所長制 來處理考試的問題 這才是真正處理考試的問題 所以我發現很多人對考試問題呢 真的是相當陌生 因為考試問題出問題的 不是有一個考試院在 是把常任文官的考試任用訓練 把它拆成兩個單位 這才是大問題 所以現在呢 那個人事行政總處 跟考試院之間的定位 這訓練 有的是在人事行政總處訓練 有的是在考試院訓練 這是一個很荒謬的一個體制 那當初會有這種情形呢 是因人涉事才會有這種情形 那我覺得呢 要修建 這個應該就把它改過來 看要考試院變到行政院 或者呢 人事行政總處變到考試院 這個才對 但是廢除那個 受編考試委員沒有解決問題 因為你只不過把現在的合議制 把它改成所長制 改成這種情形而已 總不能說要合議 所謂合議制的話 要是有很多專長的人 那合在一起才是合議制 那我看到有關檢查案的話呢 我第二輪再說好了 好 謝謝各位 謝謝陳茂雄會長 發言 接著我們請明傳大學公共事務學系 紀俊成來發言 教授發言 主席 各位委員 各位協助專家大家好 今天陳茂邀請有機會 到立法院來就這個修憲的問題去 參與這個聽公聽 我個人是覺得呢 修憲啊 這是一個例外 而不是一個原則 修憲是越少越好 但是呢如果需要修憲的話 那就要斷然進行修憲 所以說是一個原則的問題 那既然要修憲的話呢 就要把最重要的問題拿出來修憲 所以這一次大家把很重要的問題提出來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不過呢 因為今天啊 那是 限於兩個議題啊 所以我就 就這兩個議題部分來說明 其他的部分呢我就不提 關於這個降低 這個選舉文砍的事情 那我個人是覺得啊 這個公文就不要修憲 因為啊 他是給人民方便 給人民是有利的 我們義務是法律主義啊 我們沒有說錢力要法律主義啊 所以說啊 這個是可以啊 可以不要經過修憲啊 就來進行的 事實上 我個人在內政部服務的時候呢 在修改憲法法呢 就當時就主張要修改 要把他降到18歲的 後來因為 有時候跟一個協商啊 大家認為暫緩 所以沒有提出來 不過呢 憲法條文要把它明定 這也沒有什麼不好 因為本來憲法本文是20歲 現在在經過憲法徵修條文 把他定為18歲 不過我倒覺得呢 應該要雙軌進行 一方便修憲 一方便修改憲法法 這樣來同時進行 因為 就我的了解呢 把這個年齡降到18歲 是最具有共識的一個 一個修憲的議題 第二個呢 就是不在一起投票 各位都知道呢 我們憲法 一百三十條 一百二十條 一百二十九條 是有關於選舉的一個方式 但是他並沒有提到 不在一起投票 所以啊 不在一起投票啊 他也不違反這個 普遍的原則的時候 那麼我們事實上啊 是可以透過啊 顯霸法的修改啊 就達到 這樣不在一起投票的 問題是 不在一起投票 所謂缺席投票啊 他到底啊 要到多大的範圍 是說 當天啊 可以提早投票呢 還是可以通訊投票呢 還是可以網路投票呢 等等 我想這個呢 紀事面的問題呢 可能啊 就要好好研究 尤其是啊 受刑人的投票 我認為一定要順重 因為受刑人投票的話呢 他可能會發生一些不必要的困擾 因為要他來投票 不可能限制說 有的人是早上 有人是下午 都不能限制啊 而且可能要到最外圍來投票 結果呢 像我們台北建議啊 五千七百多人啊 一事衝出來啊 那不得了 所以我是特別建議啊 不在於投票是可以實施 但是受刑人的部分 一定要嚴格限制 這個是非常危險的 這個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呢 就是說 關於這個 要降低部分區立法委員政黨分配的 門檻的事情 也就是啊 憲法徵修條文第四條的 百分之三的問題啊 我個人倒覺得呢 百分之三啊 就我們現在政黨 臨力到兩百六十幾個政黨來看的話呢 是有他的可行性 為什麼呢 號稱兩百六十八個 或六十幾個 但是啊 尊正有從事政治活動啊 以後當時呢 在內置服務的時候呢 不過是六個而已 現在再怎麼也不會超過十個 所以說呢 要給他們更有鼓勵的意義的話 那麼是可以降低門檻 因為啊 為什麼 為什麼那麼多人參加都沒有 那麼多的政黨沒有參加 政治的選舉活動呢 覺得就是他沒有 沒有效果吧 你現在給他降到百分之三的話 那麼他就認為還有點機會 他也許就出來了 所以這樣的話呢 政黨啊也就不會留為這個什麼賣 賣統一花票啦 之類的這種 這種問題 我是贊成啊 可以修改第四條啊 把他的降到百分之三的門檻 至於這個憲法徵求條文 第五條 第六條 第七條 有關於大法官的人數 考試委員 監察人數等等 個人是覺得啊 大法官目前的十五個人 運作上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那麼是可以維持 不過呢 也許有很多人會說 那美國人口那麼多 結果他九個人就在運作 但是各位都瞭解 五比四啊 畢竟是蠻危險的事情 所以我是覺得呢 大法官這個部分啊 他是在我們國家的穩定上 既有最後的一個 把持的一個作用 當朝野政黨 政治衝突厲害的時候呢 我們唯有靠大法官的解釋 所以啊 如果說呢 能夠維持原來的十五名的名額 也許是可以考慮的 但是如果說要降到九名 當然我想這是最低的限制啦 你總共有七個人 五個人 那是不太好的 再來就是說 這個考試委員 監察委員的人數的問題 我想 我們從最近幾次的 立法這個考試委員 監察委員的提名過程 以及最後的投票結果來看的話呢 都給我們有不少的疑問 從這個中間來講的話 有很多的問題 出在人事太多 考量就不夠周遠 所以我是覺得啊 如果考試委員的制度還要維持的話 那我們考試委員的名額呢 可以減少 比如說現在大家主張的十一個人 這是可以考慮的 為什麼 因為他是政策的 考試委員並不是在命題的 我們的命題呢 都是協助專家 就從考試委員來講 他是就考試的政策 就是人事行政的政策呢 來做一個規劃或制定 所以我覺得人數呢 降到十一個人 應該是可以考慮的一個方向 就監察委員的部分 我想各位都曉得 這一次監察委員二十九個人 結果有部分沒有通過 那事實上現在有十八個人在運作 到底運作怎麼樣 我曾經啊 這個看幾個 憲政的監察委員 談這事情 他們都說 是忙了一點 各位還好 是忙了一點而已 沒有說大忙就糟糕了 所以我就覺得啊 維持十五個人 這樣一個過想呢 也是可以考慮的 因為啊 他畢竟啊 是最重要的 這個糾集案 接近糾集 而不是對一個小關係糾集 而不是對一個小關係彈劾 所以我覺得 從這方面來考量 那麼也許我們的共識 比較容易形成 因為我們修憲最重要 就是要形成共識 再來一點就是 要怎麼能夠覆解通過 那麼能夠範圍啊 盡量把它 從最重要的部分來進行 也許啊 可能會達到預定的效果 謝謝各位 謝謝 呃 紀教授的一個精闢的發言 在請 呃 羅成中 教授發言之前 我來補充介紹 本院的委員 首先介紹 吳毅臣委員 江慧珍委員 賴政昌委員 周泥安委員 還有 呃 我們修憲委員會的召委 江曲成委員 以上 現在請 呃 換了 跟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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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好培之教授 來 對換 謝謝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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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座的各位委员在座的学术先进 我今天是第二次在来这个会场上 那么今天呢我们知道说 今天有主要最重要的几个议题 第一个就是我们对于所谓的 立法委员的这个政党的门槛 是不是要改变 以及就是我们有提到的是 监察权或武权体制的一个改变 可是要谈这些看起来 林林总统看起来是个别分散的问题呢 事实上我们必须要有 非常清楚的一个逻辑 那么这个逻辑是我们必须要 把这四个东西一起来看 我们才能够去完整去探讨他的一个问题 那是哪四个问题呢 第一个我们的宪政体制是什么 在这个宪政体制之下 我们国会的角色到底是什么 在这个国会角色之下 我们才能去确立 这个组成这个国会的上游 应该透过怎么样的一个选举的方式来产生 那我这个标题打坐 以及要配与这样的一个国会 怎么样的一个权利 所以我下了一个标题 这个标题叫四位议题 我的答案很简单 对照这四个议题就是 第一个我们的宪政体制是 半总统体制 半总统体制里面 行政跟立法之间的关系 是向总统制的权力分立的角色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的国会是要扮演 向总统制里面的强力制衡的角色 所以我写的一个二制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的国会要展现两个特色 第一个三多四强 所谓多是要反映社会多元的力量 但是这个多元力量不能够过多 强是代表他既然要强力的监督 就必须赋予他更大的一个权力 所以应该要把监察权来回复我们的国会来使用 那我很快按照这个逻辑呢 往下走 来很快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这个想法 首先我们先知道 为什么这几个制度要一起配套是 我们常讲 当哈利遇上杀利 在我们的政治学里面有个概念 任何不管是总统制或是内阁制 如果遇上了超级多党制或小党林立制都是个灾难 这里面尤其是内阁制遇到小党制的话 那个灾难更可怕 比如说法国在第三第四共和是因为内阁制 加上那个小党林立的结果 结果倒戈平凡 倒戈平凡多平凡 平均生命一个内阁只有三个月到四个月 甚至产生过三个小时的内阁 早上照往下 周五立刻解散 在发生最近的情况是 比利时曾经有538天产生不了政府 往下走 所以在这样一样之下 我们必须把这四个要素一起来讨论 到底我们的宪政体制之下的 行政跟立法的关系是什么 才能够去看待我们国会的角色是什么 所以才能够去看好 我们应该希望怎么样的政党体系 并且搭配这样的一个选举制度 以及我们应该赋予这样的国会 怎么样的权利 所以我们今天几个议题 都可以包含在这个架构之下 所以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逻辑 那我们再往下走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我们来看我们的半总统体制 到底行政跟立法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在上一次礼拜四的 我们同样的这个委员会 我已经花了很多的时间 来介绍半总统体制 那半总统一言以蔽之 它是让截取总统制跟内阁制的 个别一个核心的机制 哪两个核心机制 第一个是总统制的行政效能 组成的一个政府 所以行政权跟立法权 是像总统制一样的分立 但是它必须加上了一个 内阁制的一个负责机制 我们往下走 所以我用这个很简单图来告诉大家 这就是半总统体制的一个体制 所以为什么在半总统里面 很重要一件事 人民跟总统制一样 两张票 一张清楚的选出总统 由他来组成行政权 另一张票 清楚的选出国会 让他来代表立法权 但是这中间呢 由我们的内阁 来扮演向国会负责的一个角色 所以他只有在左边左边这个地方 是采取了内阁制的一个机制 这在我上一次的委员会 已经非常讲得非常清楚 所以再往下走 所以在这样一个架构之下 他的基本的格局是像总统制 换句话说 总统这一票决定了行政权的组成 所以格魁同意权跟兼任原则 是完全违背这个权力分立的架构 另外一张票 人民选举了国会 这个国会必然要扮演像总统制的 所谓的监督的角色 我们下走 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来看我们的国会角色定位是什么呢 第一个他必须发挥强而勇力的制衡 跟监督的一个角色 但另一方面他也必须展现 代表整个国家多元民意的一个呈现 那么要满足这两个条件的话 在我们的选举制度里面 有几种选择往下走 那在我们的 再往下走让他跑完 对全部跑完 这个全部跑完 在我们的选举制度里面 大概有这几种 但是现在大部分的国家 为了要满足所谓的强力监督的一个体制 又要能够满足这个国会 代表一个社会多元性的一个现象 所以很多的国家采取了 所谓的混合两票制 往下走 那么这个混合的两票制 基本上有两种 我们说私事有两种 一种就是大家所知道 我们台湾现在跟日本用的并利制 另外一个就叫做连利制 那么这两个制度会产生 怎么样不同的一个效果 那我们先说明 这个两个混合制 都是为了要满足刚才前面的两个特征 第一个既要形成一个国会里面 能够强而有力监督的一个机制 但是又要能够反映这个社会 多元力量的一个呈现 我们往下走 所以这两个制度呢 它展现在往下走 都有具有 再往下走 都具有这两个现象的这个呈现 但是如接下来我们来看 这个选举制度跟政党体系里面 我们有个概念是 我们赞成要能够让这个政党 这个国会生态反映社会的多元性 但是又不能够让这个政党的生态体系 过于的零碎化 我们可以看到德国的历史 过去所谓希特勒的崛起 就是德国曾经出现了 15个政党到20个党多党灵力的现象 法国刚刚所提到的 第三第四共和的混乱 也是因为小党灵力的现象 所以在政治学里面有强调 虽然能够鼓励多党制的一个呈现 但是这个多党不至于过分的零碎化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那么台湾如果要改成 他的一个新的选举制度 那么基本上我们提出两个方法 第一个两个方法很简单 就是联力为五 病力为三 为什么这样讲 首先我们来看德国的联力制 那么联力制呢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全世界 最重要的代表国家就是德国 但是德国的联力制很清楚是立下了5%的一个门槛 而且德国的政党的生态 即使保障小党 但是他在大部分的时间 也是一直维持一个两大一小的一个政党的一个结构 虽然他这个小党一直在变化 那我们往下走 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德国的联力制呢 他也很清楚的是门槛设5% 大部分那因为现在全世界联力制的国家 并不是非常非常完全的联力制的国家 并不是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代表性的国家是德国 他是5%往下走 那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是病例制的话 因为他在相对来说比较保障大党 所以如果是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就赞成把他的门槛降为3% 所以我再强调一次 如果是联力制联力为5 病例的话病例为3往下走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 这张图表可以充分的反映了联力制往下走 把他跑完这张图表可以充分的反映出 联力制跟病例制到底对我们的政党生态 产生了什么现象很简单 在第一栏的联力制里面 小党靠最重要分配席次 是靠所谓的政党的代表这个比例 这个比例小党只要过了一个5%的门槛 他即使在单一选区没有任何的一张票 他都可以分配席次 可是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方法的话是保障小党 但是一般来说大党在联力制里面 能够分配到的不分区利为是相对都少的 那么病例制的部分呢则是刚好相反 因为他有利于大党 所以在所谓的不分区的部分 那么小党就必须要保障他 能够降低他的一个比例往下走 所以最后呢其他的配套 我们也赞成18岁再往下走 所以其实最后呢我们讲的国会的职权 希望他是一个强而有力的监督 所以我们认为应该把五权废掉 并且把监察院回归给立法权 让他发挥强而有力的监督机制 所以请让我最后一分钟往下走 做最后的结论 这个结论我下了个标题叫 一半二制三多四强 我们的宪政体制就是半总统体制 半总统体制就是强调权力的分立 行政的归行政立法的归立法 所以国会的角色是在总统支持下 全力分立的那个扮演制衡监督的角色 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的希望的国会既反映多元的力量 但是不至于过岁的零碎化 所以我们认为政党体系应该是 并立制的话维持我们台湾现在的并立制 门槛为三 如果是连立制的话应该要维持5% 再来这个国会必须发挥强而有力的监督力量 因此我们认为应该把监督权 所谓的监察权的权力回归给立法权 谢谢 谢谢 也谢谢我们今天所有参与与会的学者专家代表 非常感谢 我想今天好不容易我们启动了整个修宪的工程 这是一个非常浩大的工程 而且也应该给予更多的一个参与讨论的一个空间 我看到说在我们整个修宪工程的一个启动 我记得在第八届第一会期的时候 我担任党团的书记长 当时我们跟王金平院长 请求希望可以来成立修宪委员会 但是当时是被拒绝的 因为他们认为说 国民党认为时候还不够 一直到我们开始提案 包括降低18岁的公民权 一直到废除考试院监察院 一直到现在 我们从陆续在整个程序委员会被挡 挡了不下数次 终于在最后通过了程序委员会 成立了修宪委员会 我想大家都清楚 修宪绝对是一个重大工程 可是在这个重大的工程 如果我们太过于急就张 是不是又会让我们整个修宪的工程 又埋下了一个遗憾 所以我们一直认为说 应该要启动两阶段的修宪 所谓两阶段的修宪就是 在第一阶段 刚刚听到很多的学者专家 有提到的就是降低18岁公民权的一个部分 大家都持支持的态度 我相信现在在台湾普遍大家也认为 18岁公民权这个是没有争议的 因为在我们法律上 刑法跟兵役法的规定 年满18岁就需负完全的刑事责任 服兵役但是呢 到投票权却是20岁才有 所以这是权力与御议物的不相等 而且依照公务人员考试法 也只要满18岁就可以应考试服工职 报考一般的公务员及司法官的考试 但是我们必须问 能够考司法官跟公务员的 却不能有投票权 所以我相信在这样子的一个氛围当中 18岁公民权的一个降低部分 大家是没有争议的 如果说在没有争议的部分 我们可以在第一阶段来进行 一个修宪阶段 可是我们的修宪工程是没有中断的 它是持续进行的 不是因为今天 我们把没有争议的处理完之后 似乎又把整个修宪工程把它停板 我们绝对不赞成如此 我们赞成的是 这一艘整个修宪的船 就往前继续迈进 甚至我们刚刚听到的不在籍投票 现在国民党的提案 似乎希望是把不在籍投票 跟18岁公民权把它绑在一起 但是我们觉得万万不可 因为刚从 刚刚的一些学者专家的一个 说法当中 其实我们知道 在不在籍投票 这个方向大家认为可以讨论 可是一些技术性的层面 还是必须要做比较深切配套的一个讨论 跟处理 否则我们很担心说 如果因为技术层面的问题 而导致选举的不公平 或是选举的争议 会影响到整个选举的一个公布性 所以我们认为说 既然不在籍投票可以讨论 今天我们都认为可以把它分开处理 没有正义的先行 我们来处理 有正义的我们扩大整个讨论的空间 包括到底要总统制还是内阁制 还是半总统制 刚刚好教授有谈到半总统制的部分 其实我觉得这都是可以扩大大家讨论的一个层面 我们所希望的是现在要讨论是如何落实全责相辅 如何选择相辅 全责相辅绝对不是只有隔魁同意权 这个唯一选项而已 它是必须配套的如何主动来解散国会权 还有行政院院长是否可提隔魁性认爱等等的主张 再加上隔魁的同意权 我相信这都必须是配套把它加进来一起讨论 然后我们到底未来台湾的体制符合哪一个体制来修正 我们可以扩大大家讨论的空间 我们在第二阶段进行充分讨论之后 再行定案并由公民来复决后来实施 所以我们希望的是 虽然大家希望是在2020年来实施修宪 可是我们在2016年2018年还有两次的全国性的选举 所以如果说以两阶段修宪绝对是可行的 2016我们朝着没有争议的18岁公民权来处理 2018年我们透过这两年的好好讨论 不论是台湾未来我们的不分区的门槛 如果大家也认为是可以从5%降到3%没有争议 我们也是可以把它纳入到第一阶段来处理 那包括我们未来考试院监察院要不要废除 这个都是在第二阶段还有内阁制总统制半总统制 或是有其他的相关更好的一个建议 我相信这个都必须在第二阶段我们一起来深刻的检讨 然后做一次最好而且最完整的一个修宪议程 跟修宪的工程 谢谢大家 谢谢陈廷飞委员的发言 在请陈昭如教授发言之前 我来补充介绍到会的本院的委员 首先介绍林德福委员 我们首席还有李俊逸委员 以上 现在请陈昭如教授来发言 谢谢 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学者专家大家好 针对我们修宪委员会的这一次的几个讨论的提纲 在此提供意见给各位委员们参考 第一个关于18岁的公民权 以及这个不在籍投票的问题 那么我认为18岁公民权 当然是一个可以被支持的 这个下修参政权门槛的这个规定 因为世代的不正义 已经是现在台湾社会的一个重大的问题 我们赋予18岁以上的公民来参与政治的权利 让青年世代可以来参与政治 是重建我们的宪政民主的重要一步 那但是18岁公民权跟不在籍投票 事实上是两个分别的问题 它的层次不一样 涉及的问题也不同 因为18岁公民权 涉及到的是参政的年龄门槛 它是宪法第130条明定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透过修宪 来下降这个门槛 但不在籍投票涉及的是 投票权的行使的方式 例如你是不是必须要亲自到户籍所在地的指定的投票所来投票 或者是我们可以允许用其他的方式来投票 那么关于投票的方式 我们的宪法第129条规定普通平等直接无记民的方法 那么除此之外 它并没有规定其他的一般选举投票的方式 所以如果要考虑开放不在籍投票 那么实际上可以由我们的立法院直接来做修法就可以 并不需要进行修宪 所以这是一个宪法层次的问题 跟一个在法律未接层次的问题 那么把这两者认为彼此有一个必然相互连结的关系 我认为这个也是一个有问题的看法 因为一个涉及到的是参政的年龄门槛 另外一个涉及的是投票的这个方式 这两者并没有必然的关联 因此我认为把18岁公民权跟不在籍投票 两者之间加以不当的连结 这是一个不适当的做法 这是第一点 关于18岁公民权与不在籍投票 第二个关于政党门槛的问题 那么以及同时也牵涉到后续的考试院监察院 跟大法官的这个人士 那么我的一个基本的看法就是 限改不能局部的抓漏 因为局部抓漏 没有办法解决我们的宪政的困境 下修不分区的这个门槛 它有助于去打破两党垄断的一个国会政治 可是只有下修不分区的门槛 还是没有办法去创造票票等值 并且具有多元代表性的国会 我们从2005年修宪生效之后所看到的是 5%的国会的这个门槛跟病例制 让我们的国会的席次 跟政党的得票率之间有一个巨大的落差 简单来说大党享有体制的红利 而且红利是不均等 例如说2008年这一次的选举 国民党在区域部分获得53%的选票 可是他取得8成的席次 民进党在区域部分获得38%的选票 可是他选票给他取得17.8的席次 不分区的部分小党是全部都没有 2012年的时候国民党取得将近5成的选票 可是他还是取得了6成左右的席次 民进党获得44.45的选票 可是他只得到36.98的席次 而亲民党跟台联虽然跨越5%的门槛 但是总共只拿到5席 其他的小党还是选均覆没 那么由此我们可以知道的是 下修门槛的确可以去降低小赶取得国会 其次的门槛 可是他还是不足以去矫正在病例制底下 大党有一个体制红利的效果 更不用说还有其他的漂漂不等值 多元代表性不足的这个问题 那我必须要重申 德国的这个国会的多党制 绝对不是两大一小 他们目前的国会当中就有5党 那么因此我认为除了去下修国会的这个政党门槛 不要过度害怕国会有一个多元的政党代表性 害怕多元性就是希望垄断 那么因此我们除了必须要去下修部分区的门槛之外 还必须要对于选制进行一个全面性的改革 这包括采取联立制增加立委的旗次 提高部分区的比例制定政党法等等 这样子才能够去创造一个民主的多元的国会 那么同时我也必须要指出 我们现在宪法征修条文 对于国会的选制的规定密度过高 导致我们要做任何的变革都非常的困难 那因此我也主张我们必须要降低宪法 对于选制规范的密度 我们在宪法当中去明定原则性的规范来建立宪法共识 但是由立法者去制定法律来把它具体化 距离2020年的大选我还有四年的时间可以做 那么下一点关于考试监察跟司法选的这个弊病的问题 那么我认为仅从人事受生的这个方式来去思考这个问题是不对的 因为肿瘤受生以后他还是肿瘤 重点在于怎么样子去重耕制起 那么我们现在的武权宪法架构底下 监察院的这个功能不张以及考试权造成一个考用不合一 我们的官僚效能不张导致我们的政府任务必须要不断的外包 而不断的政府任务的外包造成的新自由主义的弊病 现在已经非常的清楚 那么因此考试跟监察权的问题不是一个人事这个数目的一个计算体 考试权跟监察权并不需要作为一个独立的权利存在 因此考试院跟监察院这两个独立的宪法机关也没有独立存在的必要 一个根本的限制革新应该是要废除考试院跟监察院 考试人士权可以移到行政权 同时赋予国会调查权并且去建立一个更有效的人权实现的机制 那么接下来有关于大法官 大法官执掌违线审查 但是我们的大法官的保守官僚化回避重大的人权争议 解释的效率不佳等等这个问题 不可能只透过减少人数来解决 那么目前所提到的有关于把大法官人数的减少降低为9人 我是赞成的 因为我们现在大法官的效能不张的这个问题 例如说在2013年他只做出了9个解释 在去年他只做出了10个解释 那么这种效能不张的一个原因 是在于人数再加上决议门槛的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用只有9个人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而且是进行具体审查 必须要开庭做出判决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为例 他只有9个大法官 但是每一年至少从近5年来看 每一年都做出至少70几个判决 更多的还有90几个判决 那么所以由此来看的话 事实上降低大法官的人数 并不会造成大法官无法有效处理案件的问题 那么相反的是我们如果减少大法官的人数 并且扩充大法官的助理规模 例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 他们都有值跟量都非常好的这个助理群来协助 那么他不会降低审理的品质 他可能可以提高大法官审理的这个效能 但是要提高这个效能 我们必须要很多的配套措施 这包括三分之二目前现行的三分之二的决议门槛造成一个 共识门槛过高的情况 他很难做成违宪的结论 而且绝大多数的事件案都被不受理 那么所以我们除了把人数下降之外 还需要做很多其他的措施 例如说把门槛下降 甚至可以考虑改采所谓的具体审查 也就是设置宪法法院 那么事实上除了大法官的人数跟任期 以及他的选任方式涉及到政府体制的选择 因为这不是今天的提纲 所以在此不多说 那么除此之外 我们还需要做很多的改变 这都可以透过我们的立法院 现在就可以做的事情 也就是透过修改大法官审理案件法 或者制定宪法法院法等方式来去实现 因此总结来说 我认为第一点 我们的立法院的这个会期 应该要通过一个共识比较高的项目 可是这个通过共识比较高的项目 不能够做不当连结 也不能够只局部抓肉 用政府受伸做限改的目标是误解症结的 第二点 限改虽然需要高度的宪法共识 而且有一个很高的修宪门槛 但是我们的立法院 可以透过制定或修订相关的法律 来展现宪政改革的诚意与决心 以上谢谢 谢谢陈昭如教授的发言 接着请廖元豪政治大学法学院廖元豪教授发言 主席各位委员还有在座各位先进大家好 那我有一份简单的发言大纲 那就针对今天几个议题来说明一下我基本上的意见 那首先也是我觉得确实有一个结构的问题 就是为什么我们这次要修宪 诚如刚刚季俊成老师所说的 修宪是一个例外 它不是一个一天到晚要发动 不是我为修宪而修宪 你应该是找出来很具体的问题 我们觉得哪里有问题 针对这个问题去修宪 那这时候我就觉得很有问题了 因为这几年大家一直觉得要宪政改革 那么包括公民团体一直希望发动很大规模的修宪 认为我们宪法有问题 大家最常讲的是 所谓的总统有权无责 中央政府体制有问题 所以其实最根本 大家最在乎的 会启动整个修宪的动机 是中央政府体制的权力问题 结果这一次我看了所有的修宪版本里面 有碰到这个问题的 只有呂委员的 那么版本是相对完整 然后另外也有这个赖委员的提案 也有一部分 不管是好是坏 至少碰到这个议题 可是其他的所有议题 其实并不是当初大家风起云涌要修宪 所要讨论的动机 所以会让我觉得非常的特别 就是到底我们在做什么 就是大家今天之所以要修宪 是因为政府体制 结果真的来到这边不讨论政府体制 或者政府体制讨论的很少 别的说有共识先来动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就修宪不是因为说 我们拿宪政改革当做一个 当做一个口号 谁站在改革这一方谁就赢 我们应该先找出具体的问题 我们是不是这个宪法 已经有了不休不可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 那包括我们刚才讨论百分之五百分之三 很多问题其实要跟整个体制 放在一起看 那不看的话 我们怎么讨论修宪问题呢 所以我觉得这是 我觉得我们要先找出问题 那第二个 开始我们就具体进到今天讨论 所谓公民权 公民权涉及三个问题 降低投票年龄不在即 投票跟这个政党分配门槛 这三个呢 我基本上我都支持 那很多理由 刚才前面几位先进有都说过 不过我这里再补充一下 降低投票年龄跟不在即投票 我的确认为不修宪也可以做 所以之前丁守中委员曾经 试图要推动修法 要申请示宪 那么降低投票年龄18岁 我完全同意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做法 扩大我们的投票的范围 这个是很好 但是其实不需要 不需要修宪 修宪的难度非常高 如果今天立法委员 就像刚刚几位先进所提 说立法院已经有共识 有共识就在立法院修法 那么如果还要透过修宪 其实修宪有什么困难呢 修宪的困难其实在于 我们刚刚大家都觉得 18岁是大家的共识 各位这是我们在政治圈 或者是学界的共识 是不是这个社会真正的共识 我不确定 我自己是一个 我自己有小孩 我跟很多爸爸妈妈在一起 我没有听过有人支持的 那你说他们不懂 我们台湾的父母是把小孩 照顾得很周到 前两天大学申请入学 很多小孩到了18岁 18岁19岁 其实不知道自己人生要干什么 不知道自己人生要干什么的人 凭什么去去帮我们国家决定 我们将来要干什么 所以很多人很犹豫 很多人很不放心 那因此在这个时候 如果要透过修宪 要半数以上的选举人支持这样一个案 不是立法委员支持就好 我们怎么样去说服这个社会大众支持 这不是告诉大家说 这叫做世界潮流 这句话对大部分人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怎么说服大家放心 愿意让年轻人也得到这个投票权 我觉得这很重要 我个人非常支持 因为你说年轻人不成熟 不成熟就要去学 当大人知道说年轻人也有投票权 这个时候我反而会早把它教的成熟一点 我觉得这个是我支持的 但是我认为不需要修宪 如果大家觉得可以做 就马上修法 不用浪费这个时间 不在籍投票更是如此 不在籍投票更不需要修宪 而且在我看来 它对于公民权的影响会更重大 我们现在一直说 这个18岁到20岁的人没有投票权 现在因为我们没有不在籍投票 因为我们非常僵硬而落伍的一种投票制度 你使得20岁的人也往往不能投票 我们都知道这个总统大选到 或很多选举到了 前两天大家都要挤着回去 坐高铁坐飞机 赶车回去 然后赶不到来不及 对不起就没办法投票 或者是上班要请假 我们为什么有这么落伍的制度 其实要开始做 最简单的就是 我们先不搞通讯投票没关系 我觉得最基本的就是什么呢 跨区投票 我户籍在台南 可是我在台北读书 我知道我那一天回不去 在台北登记 在台北社投票所整个造册 以台湾的护证连线 全世界数一数二 这个绝对没有什么太大的困难 所以在我看来 不在其投票 或者是18岁 都是可以 18岁投票权 都是现在就可以做 可以现在做 就请不要一定要把它拿到 宪法层次来 拿到宪法层次来 我觉得就不会过了 大家真的有共识 就在立法院做 我认为我非常期待 这一届的 我们的立委委员们 来完成这样子的工作 至于不分区 立委的政党的分配门槛 我基本上 没有太多意见 因为其实到底门槛高或低 这个其实见仁见智 那么大法官 在誓字721号 也曾经指出来说 其实每个国家设计的方法不一样 有些国家很重视选区代表 它相对多数 有些国家重视政党差异 才政党比例代表制 没有哪个制度是绝对违宪 没有哪个制度是绝对不可以的 因此事高事低 我认为都可以辩论 都可以讨论 尤其在我国 因为我们不是内阁制 其实小党林立或者是大党 两党制 它不会影响政府的存序 基本上我们行政跟立法是分立 所以即使小党林立 也不禁得会造成说行政一直更迭 所以我觉得这个影响 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大 只是说 我觉得应该要放在政府体制 我们将来要走向什么制 如果要走向很典型的内阁制 它会有什么影响 我觉得这个是要讨论 最后讨论 所谓政府瘦身的问题 那我在我的书面稿上面 大概有写一些意见 简单来讲 有人认为要废除两院 理论上我支持 但是我认为现实上不可能 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可以不用多谈 那人数减少也要很小心 人数减少不等于效率会提高 立法院人数减半 那么或者国军金石案 这些惨痛的经验大家已经看到 所以我认为这个要可以从长计议 那么以监察院来讲 我觉得减半问题比较不大 但是考试院要小心 因为考试院他们目前的结构设计 是照不同的委员去分配不同的考试 要做很多不同的工作 所以这样的人数 是不是可以删减到什么地步 我认为是可以计算出来 但考试院的问题不是在人数 而是在于什么呢 而是在于说考试院很特别 一方面办考试是要独立的 可是考试院其实是考试人事行政院 它主宰很多的人事政策跟法案 但是主宰政策跟法案 却是用什么呢 却是用独立行使职权合议制 又不向立法院负责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要好好去讨论 那反而人数是一个很细节的问题 好 谢谢 谢谢廖教授的发言 接着我们请南台科大罗承忠教授发言 好 主席各位委员 各位先进大家 大家午安 大家好 首先真的很佩服主席 从早上9点03分开始做到现在 OK 那关于这个问题的话 我想今天的提纲大概分两个大群组 所以我就从今天这样的提纲开始展开 首先关于18岁的问题 其实刚才陈廷飞委员先离席了 这个问题在我们300年 因为我学校在台南 这个问题在我们学校 在我们台南300前来看没有问题 300年前我们就做16岁 16岁之前拿一半的薪水 16岁以后拿全薪呢 这个有什么问题呢 那这个是历史的问题 如果说从比较法上来看的话 三四年前在日本 已经有人用16岁在做公民投票了 地方公民投票 那所以说呢 今天说18岁好像是了不得的事情 其实如果说真的要 比较有前瞻性的话 我们今天不是在谈从20到18 应该是从20到16才对 所以说呢 其实今天从20降到18 已经是有点点晚了 其实我们今天是跟着人家的后面 在做一个 我们本来几十年前 就应该做好的一个宪法修改 所以这一段的话呢 希望在这一次的修宪呢 能够成就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部分的话呢 其实刚才很多先进有提到说 不在籍投票到底应该是 在哪个委员会谈的 我记得说我们这个红色布条 是修宪委员会啊 这个应该是在内政委员会里面谈的啊 而且呢 就针对这个问题呢 我去做了一个资料搜寻 我去搜寻了近40年来的新闻资料库 我发现一个事实是 不在籍投票这个 这个关键字这五个字 在新闻资料库里面 第一次出现是1991年的2月 那时候黄信介还在 然后呢 到最近的讨论的话呢 我发现说 到2014年的12月 就是去年12月 所有在谈论这个问题的话 都是在两个选霸法跟公投法的层次之间谈的 简单来说 它是一个法律案的层次的问题 是内政委员会要处理的 那怎么为什么突然从2014年12月 以后就变成了一个宪法问题的话 我真的看不懂 这个到底有什么宪法的理论跑出来的话 其实我目前还查不到 所以说呢 而且呢 这一次其实我们时间已经很急迫了 我在这个地方的发言稿里面说 本届立委的任期已经指日可待了 难道呢 我们还在修宪委员会去谈这个 不属于修宪委员会的层次的题目吗 所以呢在这边的话呢 我这边就认为说 不在籍投票是一个 无入线问题的一个法律层次的问题 好再来 第二个问题的话呢 关于 降低门槛从5%到3%的部分 这一点 我们为什么讨论这个呢 因为我查到说 其实在4月10号的时候 江启程委员呢 等34委员有联署提案一个修宪门槛 它呢其实 它是有两个配套的 第一个是呢 希望把立委呢 从第9届开始呢 提高到150个人 再来的话呢 才是把那个 不分区的门槛从5%降到3% 那这个地方呢 其实后段的部分的话呢 我想 没有问题啦 至于前段的部分的话呢 可能有一个比较要考量 是说呢 因为这个案子不是立委说的算 这个要公民投票的 要公民复决的 那你跟大家讲说呢 这一届 第8届的委员说 第9届的立委开始的话呢 我们从113 变成150吧 那我不晓得怎么去说服大家啦 我当然 你可能在这边要花很多说服的工作 所以呢 如果说真的要 写届次的话呢 我觉得如果说心胸宽大一点的话 我们第10届 第11届立委再来弄的话 可能那个冲突会小一点啦 不要直接第8届 就直接连第9届 不然那个话会不好听 再来的话齁 其他就是连着三个问题 关于大法官 考委跟监委的问题 那首先的话呢 这个地方我觉得 应该做一个议题重组 还是回到今天的提纲齁 其实今天的提纲的设计呢 就完全是呼应呢 4月10号呢 江启成委员所联署的那个案子 但是呢 其实到今天早上 我查立法院的系统齁 已经有 这一届的立委 已经有21个修宪案了 这21个修宪案呢 谁是老大 谁是老二 第一个修宪案呢 是排在2013年的10月 是李军毅委员提出来的 他谈的呢 就是考试委员监察委员的问题嘛 而且呢 那个在他的案子里面的话呢 不只是废考 考试跟监察 这种破坏性的 人家还提出了呢 省计委员会 国会监察室 瑞典的国会监察室 整套的配套都提出来了嘛 然后呢 第二个修宪案的话呢 是在同年的12月20号 陳其邁委员等31个委员 联署的 又是提这个问题了 所以呢 如果说我们 照立法院的系统去排序的话 从1排到21的话 那我今天有个好奇是说 为什么我们今天突然去爬 去讨论19个案子 第19号的案子 那12的案子是不是要照顺序来看一下呢 所以呢 我认为说这个提杠要谈的话 应该要把它扩到说 不是单纯的谈 考委跟监委人数要降多少 要谈的话 从第一号的提案开始谈 整个废掉考间的问题 第二个的话呢 那刚才很多先进谈到说 废考间的 当然意见的话呢 有证 有肯定有反对 那我这边提出一个 跟前面一些学者不太一样的研究 就是 前的问题 在这个地方呢 其实呢 考间如果废掉的话呢 一年我们中央政府总预算少掉258亿 258亿有多大呢 只要两年到三年呢 苗栗县的那个六百多亿的坑就可以填平了 然后呢尤其是我们中央政府总预算呢 最近这几年从一兆七到一兆九 已经失控了 所以呢其实废除考间呢 他的一个政府受盛的功能 他是有用的 虽然不大 但是呢其实两百多亿也是纳税的血汗钱嘛 而且呢这些钱省下来的话呢 其实我们立法院很多事情就可以做啦 包括呢我们要的法治局 很强的法治局 还有呢我们要的预算局 这一些人员的编制薪水都可以提高嘛 让我们一个有尊严的国会的话呢 我们再来监督行政的话呢 其实才有那样的一个监督的权利 再来呢最后一个剩下的一分钟的时间呢 我想来谈大法官的问题 那其实呢这边真的很 很感佩说呢 今天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呢 我们的立委在提休息的时候 会去提到大法官的人数 但是呢不好意思我们这边不是美国 如果说呢要类比台湾的制度的话呢 我们有个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以外呢我们还有个最高行政法院 这些人数呢 加起来的话呢是破百的人啊 不是说呢单纯说呢看我们现行15呢 美国因为有9 所以我们就调成9吧那么简单啊 如果说呢这一次要勇敢的去处理这个问题的话呢 那很简单它是一个老问题的 司法机关就是我们现在的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要必要法院化 而把呢上面的那个伪装建筑就是司法院 我们目前的司法院不是法院 它是一个审判行政机关 要不要去处理这个问题 如果说呢把这个问题处理掉的话呢 其实我们的司法会有面目一新的一个样貌 但是呢可能这次时间不够的话呢 说不定这个是下一次修宪的时候才应该去谈的议题 我想以上简单报告 谢谢主席 谢谢各位 谢谢廖元豪委员的发言 谢谢 罗承仲委员的发言 教授的发言 三位学者专家代表已经发言完毕 接着请本院委员 吴玉成委员 来发言 时间五分钟 谢谢主席 李学长召伟 谢谢各位学者专家 还有我们在场的委员 我是从政治系学生的心情来看修宪 因为我是正大政治系毕业的 那在我所知的政治系的学生里面 喜欢内阁制的最多 所以我想我从我的一本初衷来看这个问题 所以当年我在中国广播公司服务的时候 看到李登辉总统把格魁同意权把它改掉 我内心是不以为然的 我也公开认为这是不当的 因为我们这部宪法 有限的内阁制的精神在这个地方被拿掉 我认为非常的可惜 所以当年的民进党也是适时反对 当年国民党里面其实有不同的声音 所以我觉得修宪没有分两阶段的问题 你该修就要修 一阶段就把该修要修 要修好了把它修好 譬如说如果大家都觉得18岁公民权 投票权 朝委都没有意义 那18岁就让他通过 那如果大家都觉得总统有权无责 格魁有责无权 如果蓝绿都这样 而且刚好又经过陈水扁总统跟马英九总统 而且各位都知道我是最支持马总统的 但是我今天对事不对人的讲 如果蓝绿的总统都遭受到同样的批评 那么为什么格魁同意权不能够恢复呢 那是回到宪法当年最早的一个初衷 所以我内心里面 我不认为一定要像法国 一定要像德国 一定要像日本 一定要完全内阁制 或半总统制或什么制 我认为适合我们国家 目前政治生态的体制 才是最好的制度 我也知道我们是刚性宪法 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 不应该轻易去修它 可是如果到了有时而尽 不得不修的时候 我们要选择我们大家有共识的来修 但是我不认为只有18岁公民权是唯一的共识 我不认为 所以其实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媒体跟我们的各党派 还有社会的团体 都还没做一个全民调 就到底大家贊不贊成 也就是说如果对有权无权的总统 有权无权的总统 跟有权无权的格魁 大家深呼痛绝的话 那么大家同不同意 隔魁同意权应该要恢复 如果这个支持度又超过18岁同意的公民权 如果超过的话 那是不是这一次的修宪 就可以把这个也放进去 那再譬如我本期我提案 但是因为今天还在复一期 还没有送上来 就是不在即投票 我也同意刚刚学了专家的意见 我刚刚在台下再请教江启成委员 不在即投票 我们可以在法律上来解决 可是如果长期以来 如果国民党在立法院所提的不在即投票 都被民进党阻挡都不能通过的话 那我们今天把它拉到宪政的城市上来谈 我本人的版本就是 不在即投票避免统突的对立 所以排除中国大陆地区 所以不在即投票可以包含中华民国的华侨 所以今天台湾的网路 台湾的科技 台湾的软体 台湾的硬体 台湾的公正性不成问题 所以如果我们是对18岁到20岁 那么保障他的公民权 我们为什么对那些离乡背景 在外面读书 在其他地方读书 在外面工作 如果没有办法回家投票的人 我们舍不得给他一个不在即投票 所以这里面有关受刑的人 我觉得这可以再另外讨论 如果宪法修正通过的话 可以回到法律讨论 如果宪法修正 这一次大家还是反对的话 那至少在法律的层次 大家不应该反对啊 民进党不应该杯葛啊 因为连18岁到20岁 你都捍卫他的宪法的投票的权利了 为什么对不在即的人 你不愿意给他 我就百思不解 我就百思不解 而且今天整个蓝绿都已经重新洗牌 很多公务人员现在也投民进党了 未必说军人就投国民党啊 已经不是那个样子了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认为今天 宪法哪里有缺点我们在修正 没有所谓的二阶段修正的问题 我第一次听到二阶段修正 那我可以不主张三阶段四阶段五阶段 我觉得这个都是错误的 宪法该修就要修 那这个时候我们尽量不要去大动它 我同意 所以基本上如果要走内阁制 没有办法一步到位的话 至少让隔魁同意权的恢复 所以我查过去民进党的所有的发言 尤其蔡英文主席 从学者到主席 第一次担任主席 到第二次担任主席 所有蔡英文主席的发言 全部都是力推内阁制 所以我也当面建立朱立伦主席说 如果你有限变成中华民国总统 你当选总统那天开始 你要力推内阁制 这才是真正的勇于负责 也就是我不因为我的权力 我的角色 我的位置 而影响到我对一个宪法修正 一个认知一个判别 我们这个国家一定要这样 所以否则这个国家 永远都在蓝绿的算计 蓝绿的计算 我觉得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我最后我的结论就是说 对这个问题基本上我同意 18岁我想大家有公私没有问题 那如果到最后只有这个东西 其他都没有的话 那我们这个修宪所谓何来 有权无责的总统 跟有责无权的内阁问题 没有获得任何的解决 要根本解决还是部门修正 我是认为说可以先 恢复隔壁同意前来做解决 那不在籍投票让 每一次选举有114万在外工作人 可以得到不在籍投票 可以从总统选举开始做起 然后排除中国大陆地区 避免统独两岸的对立 跟共产党的侵入 我们的国家的选举的制度 海外的华侨我们可以采取 还是要给他这样的一个权利 全世界已经有将近100个国家 实施不在籍投票 亚洲国家有16个国家实施不在籍投票 我们号称亚洲四小龙的中华民国 到现在民进党在立法院 还在党不在籍投票 对不起我不是指责民进党 我只是在说 大家理念要在这个地方沟通 所以就算这次没有成没有关系 我希望回到未来的立法院的修法当中 朝野大家共同来合作 谢谢 謝謝吴玉生委员的发言 接着下来 我们请成功大学 黃清泉教授发言 主席各位委员 在场的各位学术先进 大家好 我是来自台南成功大学的黄清贤 今天很荣幸来参加这个公听会 我想我很快的针对我们今天的这些议题 一一二来表达我的浅见 首先第一个就是降低投票年龄到18岁 从必要性来说 其实刚刚很多的这些先进都已经说过了 整个民主政治 它的要素之一 就是必须要扩大人民参与 那当然降低到18岁 这是一个民主政治的要求 第二个就是全世界大部分的国家都已经降到18岁 甚至于二次世界大安之后 在1970年代就已经有很多的这些国家都已经把年龄降到18岁 台湾其实已经落后了40年了 那至于说民主政治这几年发生的问题 其中很大的部分就在于资源被垄断 为什么被垄断 因为一些年轻人的发展空间 被这些年长者所制定的规则垄断了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必须要降低这个投票的年龄 让我们这些人有机会去参与 去强化我们整个民主政治的正当性 那至于说在我们提纲里面所谈到的 降低这个年龄到18岁可行性来说呢 刚刚也有委员说过的 也就是说在公务人员考试法第12条里面 就规定年满18岁可以应考试服工职 那代表法律已经肯定年轻人参政的权利 更何况只是一个投票 那这样的一个权利当然也应该要赋予 那至于说对于资讯的接受度上 我相信年轻人接受的程度 以及大部分的年轻人 其实在18岁都已经进到大学 都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所以赋予他投票权也是可行的 当然如果还有人多虑认为18岁经验不足 没关系 我们可以在学校教育 在整个媒体的宣导上 去强化这些试读资讯 独立思考的能力 坦白说啦 其实所有的选民都必须加强这个部分 那谈完了降低18岁之后 我们就来谈第二个比较有争议的 这个不在籍投票路线的部分 我想如果刚刚那个降低投票年龄 扩大政治参与的这个逻辑被接受的话 那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让不在籍投票路线呢 我们能够让这些因为就学 因为服役 因为工作等等的这些正当理由的人 他没有办法再互集进去投票 我们就限缩他的政治参与 这根本就违反了宪法第七条的平等原则 我以我本身任教的成功大学为例 许多学生每次碰到考试的时候 他就必须长途跋涉 回到他的户籍地投票 甚至于我们现在都还在讨论明年一月 那个总统跟立委合并选举的时候 不能跟期末考冲突 如果我们把不在籍投票放进去 其实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 也可以强化这个主权债民这样的一个实践 那再来呢就是不在籍投票呢 他其实可以提高投票率去减少整个政治疏离 让大家都有机会去参与 去增加整个当选人的正当性 更何况 美国 加拿大 英国 法国 德国 日本 澳大利亚 等等许多国家都已经实施多年 可见这也是整个世界的潮流 那至于不在籍投票的这个可行性上呢 我想我们台湾最喜欢选美国 美国事实上早在17世纪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制度 在20世纪初 连通讯投票都出来了 与我们很有渊源的日本 同样的也有多年的不在籍投票这样的一个经验 那我们台湾当然可以比照他们的经验去办理 所以关于这种选择不在籍籍所在籍投票的这种移转投票 或是填写选票 然后把它寄回选务机关这样的一个通讯投票 技术上的问题 其实我们就可以参考美国 日本等等的国家 那至于不在籍投票的这些适用者 包括就学 公务 职勤 服役 工作 身体障碍等等有正当理由的这些选民 不论是在国内或国外 我们基于宪法的平等原则 都应该赋予他这样不在籍投票的一个权利 我们不能说选民他可能生活在一个非民主国家 我们就担心他的政治倾向 我想 我们要对自己台湾民主所培育出来的公民有信心 那至于第二个议题 谈到降低部分区 立法委员政党分配门槛的部分 我想 从多元民意的角度来说 在我们政治学的理论上 民主政治的选举就是希望所谓的不成比例性 或者比例性偏差越小越好 他在讲什么呢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得票率和习次率要尽量的等比例 那这也是比例代表制设计的一个重点 所以我想在降低政党分配门槛上 是有他的理论依据 那如果从实务上来说 其实我们今年初就已经修订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的43条 我们将政党补助金的这种门槛已经降到3.5% 那既然我们可以提供经费 让政党去发展 我们当然也可以降低政党的门槛 或者干脆就让他到整数的3% 我们去提供整个立法的场域 让所有的这些政治力量都可以进来 我们去建立一个政党竞争的竞争市场 让人民有更多的选择 那至于说降低这个门槛之后 会不会让意识效率降低 我想这是有可能的 不过呢我们或许可以考虑 把我们立法院党团的组成门槛 也就在我们立法院组织法第三十三条提到的 席次达三席以上五个政党可以组成党团 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把它改成六席以上 让它组成党团或政团 那为什么是六 我想这大概可以用我们现行的政党 立法委员的总席次的百分之五来看 不过我必须指出的是 真正要提高议事效率 其实重点还是在议事规则 跟整个立法院的运作方式 那至于第二大提所谈到的 要去深化政府再造的精神 去扩大政府受身 去减少大法官考试人员 考试委员跟监察委员的人数 我想如果我们的命题 政府再造是对的 那政府再造的目的所提到的 就是所谓的效率跟效能 效率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要减少成本去增加效益 那么我们把大法官考试委员 跟监察委员的人数把它减半 这确实可以提升效率 不过在效能的部分 也就解决问题的程度 既然这种大法官 或者是考试委员跟监察委员 要处理的问题还是存在 我们如果把它给废掉 还要再另外组成一个机构 那还不如就在既有的 这个基础上跟经验上 我们先行来减半人数就好 那至于这个任期交错制 我想基于经验传承 以及我们不要让同一位总统 或者同一届的立法委员 就是行使同意权的时候 决定所有的这些大法官 考试委员跟监察委员 让这些人能够适应时事的变迁 我想这个交错制是合理的 以上报告 谢谢大家 谢谢黄庆贤教授 筋辟的一个发言 接着我们请台北大学 我们陈金贵教授来发言 陈金贵教授也是我们 公务人力资源 文官制度 还有官制官规的专家 主席谢谢各位来宾 这个在后面讲是很辛苦的 前面在讲 每一个都已经讲过好几遍了 但是现在还是要把就题重提 第一个 我们在谈到这个修宪的时候 主要的是把制度要改变 因为现况的改变 应用上有问题 可是当时我们如果回想 每一件案子的通过 都是有它当时的历史背景 有当时的原因 当时的妥协 等等再出来 那因此当你要去碰到 任何一个法条 要去处理 要改变它的状况的时候 难免会牵涉到很多的状况 因此呢 在我们谈是修宪 谈得很简单 就是说yes or no 可是它背后所带来的 影响变化 恐怕我们也要一起去考虑 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从不同的角度来 来剖析这一次 我们谈的几个主题 第一个不是18岁的 这个样地年龄 18岁的投票权 我是赞成 赞成 大家都赞成 所以不必讲了 但是问题是 当当18岁的年轻朋友 有投票权 他有的权利 他是不是有一个 相对的义务在这里面 所以将来这所有的 18岁相关的法律 天涉到18岁的东西 是不是要去修改 恐怕这也是 要面临的问题 接下来呢 他要运用他的权利义务 他应该有相同的认知 那够不够年轻人 够不够日子认知 前面很多位先进都谈到 年轻人 我们要相信他 我们要支持他 我们也有看 听到也有人说 不太相信 把父母亲不太放心 但是根据我自己的认知 跟这么多年的了解 现在年轻朋友呢 包括大学生 你问他国家时事 他是不知道的 如果他是一个 以不知道的情况下 他要去投票 决定一个状况 恐怕是有问题 但是我们不能 因此就是说 年轻人不懂事 所以我们大家也很提到 要教育 那教育牵涉到 一个 你现在的公民教育 当做教育学 营养学分 你现在的申请入学 公民教育是参考用的 并不被重视 所以学校里面呢 根本最好是 你必要谈政治比较好 你在教育的过程中 根本就排斥到 让年轻人 你如果18岁开放 你没有给他适度教育 他会在 对投票决定的时候呢 那就有很奇怪的方式 那恐怕是 我们没有办法去想像的结果 也不是两个党所能考虑到的 他对他本身的利害相关 年轻人有很多想法 所以我觉得 应该让他多了解 让他开放更大的空间 然后给他投票起的权利 第二个呢 我们这一个不分区 不在籍投票 这个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的争议 只是技术上的问题 应该让他自己投票 他有这个投票权 因为工作 因为他的环境情况 不允许他 那他失去投票权 我想这个应该是 可以技术上处理 所以我支持这个不在籍投票 第三个呢 有关席次的问题 第一个部分区席次的问题呢 这个要降低 我们要考虑到立法院本身 是要走专业 这个部分区是要走专业化呢 还是要走代表性 这是一个考虑的 另外一个 当然因为你开放降低门槛 会造成更多小党进入 小党进入呢 到立法院的将来立法效率 是不是会影响 这个恐怕只有 现在我们国民党党大多数的委员 在这么多年的经验了解到 这个是不是会受到影响 需要这个评估 如果说你不要 不管这个部分 只要充分的显示你代表性 那当然降低嘛 没有关系 可是呢 代表性如果这个比例降低的话 那许多小党就可以利用智慧进来 那这一个情形 是不是他足够能代表 这样子的一个声音出来 而因此而获权进入立法院 所以这三跟五 我觉得可以去做更多的研究 去推测 如果是五的话 在过去是这几个党 但是如果推到三 可以不可以容纳更多的政党 他有没有这种机会 在三跟五 为什么不是四呢 为什么不是二呢 所以这个东西 我觉得数字上可以参考 但是如果说在大院整个思考上 代表性 专专业性效率性整个潮力 那这个降低呢 也没有什么关系 那最后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瘦身的问题 我们知道这个考试院 监察院都一直被攻击 尤其是五权分立 跟三权分立的一个说法 那我们常常谈到 我们在研究这些问题的时候呢 要像孙中山先生讲的 第一个要因息五国故有思想 第二个要归附欧洲学生世纪 第三个才有五所独剑创建 这三个要考虑 不是外国都怎样 我们一定要怎样 不是说过去怎样 我们现在怎样 这中东整个时代的变迁 我们必须要思考 那尤其是这一个 很多专业性的问题 很多的制度的运作问题 在多少年来 已经在长期在运作的情况下 你要去骤然改变 你相对的 你要把这个条件转出来 或者改做其他运作的话 恐怕会造成更多的争议 那你要成争议 把这样的争议继续继续燃烧 还是让这个争议减少 让它效果上能够维持 虽然不是那么顶好的 但是那个不是那么多争议 然后就长期的一个思考 才来考虑 所以考试院跟监察院 跟大法官呢 这个制度呢 在这么多年的运作呢 它已经有它的基础 尤其是像考试院 你如果把考试院的基础 这个基础弄完 交到行政院去 那就是行政 人事权穷在行政首长手下 他要怎么弄 他要怎么规范 行政院长就决定了 那现在的制度是 这个联席制度 就是稿制委员制 你因为有任何的争议 他们必须要透过委员会来讨论 那经过多数的讨论以后 才能够做成决定 因此谁也没有办法去掌控 这样的一个发展 所以我们到现在 不管哪一个党执政 我们的工作人员 始终能够维持到行政中立的状况 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独立运作的人事单位在这边 所以如果是这样子大家还可以接受 只是嫌他有一些运作不好的话 我们就那个部分来讨论可以 那人数会不会超越太多呢 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如果说你要合一致 你人数没有一定的人数 那你就会变少数操控 那你太多的话是不是有效果呢 那会不会造成更多均嬴呢 那这就是考虑的这个问题 但是呢更重要的是 这个考试院跟监察院都运作到现在 它的整个人数的控制 职能的运作 是不是适当的已经分配到他们身上去 他们这么多人 是不是已经每个人都承担上重要的任务 还是他们没事干 所以如果说你从这样的角度去思考 它的原来的传承 还有工作项的变化 那你才可以决定他该砍一半 还是剩下三分之一 甚至最好还是保留 所以这一些呢牵涉到每一个党 不管哪一个党上台 它面临的都是同样的问题 包括监察院 包括大法官会议 所以不是人多人少的问题 是你整个制度运作 要去减轻 还是要去改变 然后面临更多的新的状况 又要去调整适应 还是说以现在的运作呢 来做适度的微调 让这个制度运作的更好 更有效 我想这次都是可以去考虑的 所以我不是说这个考试院 监察院一定都要保留 但是在于目前的情况下 国家这么多状况 这个两个院的运作 也没有影响到国家的运作 而且有一定的成效 我建议呢 还是以做微调为适当 谢谢 谢谢 谢谢陈金贵教授 签闭的一个发言 接着我们请台北大学公共行政 及政策学系 我们陈耀祥教授来发言 全国县改联盟 主席各位委员 各位在场的学者先进 大家午安 很高兴呢 受到大运的邀请 来参与这个修宪委会的工厅会 那本人除了在台北大学公行政 担任教授以外 也担任呢 我们公民团体所发起 叫全国县改联盟的 全国县改联盟的副召集人 所以这里来讲的话 也有一些个人的见解 还有我们团体的见解 在这边提供各位委员的参考 首先呢 我们这次的所谓限改呢 透过修宪的方式来进行限改呢 第一个可能要先回到说 它基本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认为呢 这次限改基本的目的 有三个面向 第一个就是所谓的扩大参与 第二个就是深化改革 第三个就是落实保障人权 那我们当然这一场 今天的这个工厅会 主要是放在这个所谓的 扩大参与跟深化改革 这两大部分 那今天的这个议题呢 我认为有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 这里面呢 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涉及到所谓的 宪法修正的议题 另外一个是涉及到 所谓的修法的议题 这两个不同的层面 那基本上来讲的话 提到这个所谓的 扩大参与的部分来讲 这一次尤其在青年的参与里面 大家讨论的非常多 那基本上来讲的话 我们也是赞成这个所谓的 降低门槛到18岁 青年参与的 那这里特别提醒一下就是说 其实除了这种所谓的 积极的所谓的投票权以外的 选举权以外 另外一个就是消极的选举权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 宪法130条里面 还规定一个23岁 我们认为的这个23岁 也应该要配合降低到20岁 那第二个基本上来讲的话 就是说青年 其实刚才很多的先进有提到说 这个怕青年年的这个经验不足的问题 其实我们今天在这边谈 不管是有主张所谓的 提到这个太阳花学运的问题 还有其实我们在谈这个 中华民国的问题的时候 也提常常 教科书跟我们讲所谓的 黄花岗72列式 这72列式没有一个是30岁以上的 所以基本上来讲 各位都知道 我认为过那7年参与的 对整个国家的政治改革 是非常必要的 那至于这个所谓的 不在籍投票 我认为不在籍投票 基本上不是法律的 不是宪法层次的问题 而是一个法律层次的问题 其实不在籍投票 它是一个学术概念 不在籍投票的类型也非常的多 包括我们一般常见 所谓移转投票也好 通讯投票也好 提早投票也好 特色投票所谓的投票也好 还有所谓网路投票也好 所以我们把不在籍投票 这个概念如果放在宪法里面 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我们到底指的是什么 那其实我们现在 已经有不在籍投票了 我们选拔法里面 其实有不在籍投票的设计 只是那个范围非常小 那个就是选务人员的 移转投票的问题 所以我认为这个 像这个东西是法律就可以去处理的问题 就像我们刚才在讲说 降低到18岁 我们也在提到说 其实我们也介意 大院应该要修改民法 我已经发言过好几次 就是说应该把成年也降低到18岁 或者就会出现说 我个人决定我自己的权利义务要20岁 可是我投票 也决定国家大使是18岁 我认为这个比较横平 那至于像这个所谓的意识效率也好 或者是考试委员的这个所谓的人数也好 这都是法律问题就可以处理的 意思效率这个基本上来讲的话 这是所谓的大院的直选行事法的问题 也没有去强化委员会制 或者资深委员长制的这些问题 那我认为基本上来讲的话 在选举上来讲的话 这一次的修宪呢 基本上应该以稳不以快 我认为还是应该踩多阶段 有人当然有两阶段或是多阶段 因为我们现在选举呢 每两年就有一次中央大选 一次是地方大选 公民复决的机会是非常多的 那基本上来讲的话 就是说在整个选举过程里面来讲的话 我认为基本上来讲的话 扩大参与呢 所以降低把这个 这个所谓的不分区比例代表 降低到3% 这是我是赞成的 而且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我认为我们这一次呢 讨论这个中央政府体制呢 应该好好的去讨论它 而且呢基本上来讲 因为时间真的很紧迫 那第八届的立法委员呢 也到明年这个1月31号为止 所以在这么短暂的时间里面来讲 我认为是有高度共识的 才有必要去变成一个 所谓的修签的题目 至于中央政府体制的讨论 不管是要踩总统制也好 或踩内阁制也好 还有说踩半总统制也好 这个都是需要去配套的 不是单一个说 增加回复所谓的 立法院对隔魁的同意权 就可以去解决了 或者是讨论是 病例制或联例制的问题 我认为这是一个 签议法动权式的议题 这个必须好好去思考 尤其刚才有很多的委员 提到这个内阁制的问题 如果要踩内阁制的话 就要回到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你要告诉人民 以后的总统不再直接选举 如果总统要直接选举 他不一定 要么就是总统制 要么至少就是一个半总统制的设计 内阁制的国家 基本上总统的原则上 是有间接选举 他是不是直选的 因为他的总统根本就是一个虚位元首 所以我就觉得说 要讨论中央政府体制 要思考到国会 要讨论到行政院长 然后讨论到总统的直选 这三个要配套措施才可以 否则的话就会乱了套 最后提到这个所谓的 司法院还有考尖两院这个问题 我们全县盟对于考尖两院是主张废止的 这里要有一个观念跟各位报告一下 就是说 考尖两院的组织跟考尖两院的功能是区别的 我们认为不需要再测考尖两院 因为权力分立本来是为了防止国家的权力 过度集中滥用 可是我们这个五院制的结果是什么 我们的权力发分的过分细致 结果造成这个各院之间 不管是沟通成本也好 协调成本也好 互动成本也好 都大幅的提升 我们认为考试院应该废掉 而且它的功能应该回到行政院 监裁院应该也废除 应该功能回到立法院 这个是强化行政权跟强化所谓的立法权 也是国会权力的一个设计 回到这个所谓三权分立的这种基本设计 这才不管是只是政府授身也好 还是整个国家的组织的全力运作也好 这才比较符合我们理论上 而且比较符合我们所提到的 所谓的效能效率的这些问题 最后我们再提到大法官的部分 其实我认为大法官基本上不是把它减少人数 大法官基本上是应该分庭 我们现在有15位大法官 应该是要分庭 把司法院改造成宪法法院 作为一个所谓的人权的最后的防护 作为一个所谓宪法守护者的角色 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司法院的定位呢 大法官在做4至530号解释以后 到目前为止大院超过10年的 大院一直都没有处理 就是说司法院定位 到底是什么定位的方法 我们宪法里面规定了说 大法官负责解释宪法 其实解释宪法 不只是有我们一般所谓文艺解释 透过裁判也是可以解释宪法的 所以我们倒认为 就是说应该把司法院变成裁判机关 解释宪法应该是透过所谓的裁判的方式进行 大法官应该去分庭 而不是所谓把大法官削弱 把人数减少 否则的话就会出现说 我们很多的议案呢 不是被大量的不受理驳毁 就是案子非常非常的少 我们的制度呢 跟美国跟德国是不太一样的 而大法官这个改革 这是法律议题 这不是宪法议题 以上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报告到这里 谢谢 谢谢陈耀祥教授的发言 陈教授有提到大法官530号的解释 立法院这边是认为说 这个当时申请的单位是监察院跟法务部 所以但是他最后一段加了一句话说 司法院组织法在两年代要修订 修订完成 换句话说 有庶外采判的一个嫌疑 所以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办法去处理 那司法院还是要想办法去解决 谢谢 三位学者专家代表已发言完毕 接着请本院委员林德福委员发言 时间五分钟 在请德福兄发言之前 我来补充介绍本院委员 姚文芝委员 帅哥 还有我们游美女委员 美女 好谢谢 主席 主席 还有与会的各列席 专家学者 还有各位同仁 我想今天啊 针对这个修宪议题啊 的一个公厅会 本席啊 这个有几点浅见 来作为参酌 我想 我们既然要修宪 就是要让整个国家的制度啊 建立长治久安 而且要全责相扶 但是我们历经啊 这个可以说 这一二十年来 我们可以看出来 其实 我们确实有很多的问题 所以说今天啊 这个不管蓝不管绿啊 大家都提出来 认为说需要来修宪 那我就第一个就从 我们过去啊 可以说十几年来啊 这个 我们所产生的总统 他任命的行政院院长 因为在阿扁时代啊 我讲他任用的行政院院长 有任用唐辉 有任用游锡坤 谢长廷 苏贞昌 那 这个 还有最后 还有一个张俊雄 甚至于张俊雄还 任用过两次 那你说 这个 这是在陈水扁时代 那马英九时代 到现在为止 大家看到 从刘兆玄 吴敦毅 陈聪 江仪化 毛治国 已经任用五位 那你说 一个行政院院长 一直在更替 很多 就是 他行政院要推动的 各种的政策 他的衔接问题 还有一些 我想 因为只要 院长一更动 部会首长 这些政务官 全部都要更换 你说这个国家制度 怎么会健全 对不对 经常摇摇晃晃的 这是 这个 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所以说 你看 行政院院长是有责无权 总统是有权无责 这个权责哪有相互 而且 我们是五权宪法 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 但是现在除了行政院 院长 不必经过立法院同意以外 所有 你看 立法司法考试监察 四个院绝对要经过立法院 行使同意权 当立法院要行使同意权的时候 我相信 总统 他会很审慎的来责定一位 来当行政院院长 所以说我认为说 这个 应该 本来你 这个行政院院长的 任用权 一定要经过立法院的行使同意 我想这个 整个国家 这个制度建立才会完善 我们希望 建立一个 全责相符的一个制度 要长治久安 那第二点 我再来谈 就是说 18岁 降到18岁以上 可以来投票 其实国民党我们是赞成 是支持 成如刚刚 我们的学者有特别提到说 希望能扩大来参与 其实 因为我们既然 这个 要修宪 就是 政党的算计摆一边 不要把政党的算计就是 欸 这个对我有利 我就来做 这个对我不利 我就不要 但是现阶段看起来 我们都心知肚明 大家 我们 这个 心里面内心很清楚 我们希望修宪要 就是要 就是 建立长治久安的一个制度 所以说我认为说 你像 这个不在籍投票 在立法院里面 委员会根本就没办法出委员会 那把它提升到 来修宪 哪裡不好 我认为说要做 我们就一次把它做好 不要做那种半吊子 所以说我们希望 这次修宪一定要蓝绿有共识 才能修 今天蓝绿要是没有共识 修宪的门槛那么高 在 大家在这里讨论 公厅会再开多少场 都是白开 所以说我认为说 一定要把政党的立场 都摆一边 然后大家好好地坐下来 研究 看怎么做 作为我们未来啊 长治久安 全责相扶的一个制度 我想以上是我个人的看法 谢谢 谢谢林德副委员的发言 接着我们请 东吴大学 我们政治学系教授 也是我们系主任 黄秀端系主任来发言 主席各位委员 还有各位在座的先进 大家好 那今天很高兴有机会 来这里讨论修宪的问题 那首先我是针对第一个问题 就是降低投票年龄的问题 那我也赞成就是说 降低年龄降到18岁 因为这是一个趋势 而且我觉得说 网路跟资讯的发达 让年轻人呢 其实他已经有很充分的资讯 来做这个选择 那所以 尤其是呢 现在年轻人 他们有很多的想法 纳入年轻人的观点呢 其实是很好的 尤其是你现在看看 那个香港的这个学运 他们的雨伞 学运 这个黄之锋才是7岁 所以就是说 感觉这个 残家后浪推前浪 这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说 应该让年轻人有这个机会 那第二个 有关不在籍投票的问题呢 我觉得就是说 在我们的宪法第二条 中华民国的主权 属于国民全体 事实上呢 就已经 就说 给予 就是说 不在籍投票一个正当性 就是说 我觉得是不在籍投票可以 不需要入宪 因为 宪法已经就说 你所有的主权就是属于国民全体的 你需要再为不在籍投票来这个入宪 我觉得不在籍投票的问题呢 是一个法力跟一个技术上的问题 其实2012年我记得那时候 江一华当这个内政部长的时候吧 已经要推这个不在籍投票了 可是因为后来因为要把立委跟总统 选举合并之后呢 所以怕这个选务太复杂了 所以后来就把不在籍投票这个问题呢 就暂时这个搁置 但是我觉得不在籍投票 当然刚刚有多位教授也提到说 他有很多不同的态样 包括有移转投票 通讯投票 网络投票 事先投票等等 那当时呢 大家是想说先从最 因为大家 我觉得我们现在的问题是缺乏信任 缺乏这个透明度 那所以就说呢 大家会有这种不信任感 因此 当时大家是认为是从最稳定的这种移转投票 而且先从国内开始 那自己将来国外再 先国内实施的不错呢 再来实施这个国外的 因为其实就是说 每一个人都有投票权 当然我们不应该让其他 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回去返乡的人 没有机会投票 事实上我甚至主张就是说 我们现在自然凭证做得很好 将来如果能够网络投票 那是最好的 你根本就 第一个又节省金会 第二个就是说 你也不需要这样子 往返 那我觉得这个 就是说中选会这些选务小组呢 也不需要花那么多的时间 来这个 处理这些问题 那自己移转投票的话 当然要去从大的 就是说总统选举开始 或者的话呢 你像这些小的选举 会有一些问题 就是秘密投票的问题 就是说你不管用什么方式 都会缺乏这个匿名性 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如果要采行的话 就是要先从总统选举 或者是全国性的选举开始 才不会造成这种匿名性 受到侵害的问题 还有就是说呢 也可能会有比较容易 舞弊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再来一个问题是有关于 不分区的这个门槛的这个问题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呢 大家回想啊 就是说2005年那时候修宪的时候 那整个那个全国就是 以鼓这个风潮 要降低席次要怎么样 可是到现在很多的NGO都后悔 我说当初你们都这样主张 为什么后悔 他们说他们没有想到这样 可是就是说 你本来单选区两票制的设计 就是叫针对 就是说单选区本来就是 对两大党有利 这在学理上非常的清楚 不用再多讲 那这一 为什么大家要采用混合制 就是说比例代表制呢 是对小党有利 所以呢 才采取这两个选制的 一个综合混合制 那所以可以balance一下呢 调节一下呢 这两个的极端 那我觉得就说 我们今天如果要修这个问题的话 大家要回过台去想说 我们到底要什么 这个价值的问题是比较重要 第一个 我们是要是多元的价值 还是要稳定 还是要更清楚的accountability 我觉得如果你这个弄不清楚 我们又开始修到时候又要后悔 就如果你觉得多元很重要 那fine你就降低门槛 那你如果觉得稳定很重要 那你就不需要降低门槛 就我们民众到底要做什么样的选择 那至于就是说 今天的不分区席次呢 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 除了门槛的问题 还有一个席次多寡的问题 因为你席次越少 当然你的多元代表性就会降低 因为你没有那么多个席次 可以让那么多元的政党进来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不分区 只有34个 我们谈降低门槛 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即使没有门槛 你还是至少要3%才能拿个席次 但是你拿了一个席次又怎么样呢 在国会里面你连个党团协商都没有办法 所以你至少要什么 像台联一样至少要有将近9% 你才有办法 所以我觉得说目前呢 除非我们整体考量 包括席次 不分区的席次要不要增加 不然我觉得降低这个门槛 根本就没有很大的一个 意义 而且其实我们要想一想 因为作为一个比较政治学者 我觉得就是说国外的情况 当然也很重要 譬如说你门槛到底要降到多少 那基本上呢 我可以接受3% 但是再低的话呢 我实在是没办法接受 因为根据各国的经验 譬如说波兰 波兰刚开始民主化的时候呢 他是没有门槛的 结果一下子呢 终于有29个政党进来 那后来他们觉得实在不行 根本连组阁都组不成 他们虽然也是半总统制 可是还是很困难 那所以后来呢 他们就改为5% 那当然 另外呢 就说像以色列好了 以色列呢 曾经是1% 后来他改为1.5% 现在是2% 为什么 以色列他真的是 你去看看以色列 因为他是纯比例代表 他有多少个政党啊 他现在如果不是因为他有共同的敌人的话呢 我觉得他这个国家 根本就完全没有办法组成这个 就是说他的这个内阁 因为他每一次都是这么多个政党 5个8个4个到以前还 只有一个 以前这个门槛是1%的时候 还更多 联合政党是8个 你想想看8个政党要组织联合内阁的时候呢 那你要有这个多困难啊 所以我觉得就说 我们其实应该要去思考 就说看看其他的国家 他的门槛是多少 然后他进入国会的政党数目有多少 还有他的这个阻隔状况 到底是怎么样 是不是困难 有没有困难 我就应该做一个总体的比较 然后来作为我们的借境 因为其实 虽然说每一个国家的国情不同 但是呢 我觉得说 别的国家已经做了这么多的实验 然后有问题的时候呢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这样做 所以我觉得 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要思考的 你要降到多少的门槛 好 那至于就是说 那个有关于监察院考试院那个 我是比较赞成就说 还是三权分立 至于监察院 因为我们学校 因为时间快到 其实他们现在欧洲都采用监察室的方式 那正好我们学校现在有一个 匈牙利的前任的监察室 他当了六年监察室 如果呢 大家当然有机会 如果说 希望他了解匈牙利的监察室的状况 我也很愿意 就是说 找他来协助 好我就讲到这儿 谢谢 谢谢 谢谢黄秀端教授的发言 接着我们请李彦富 这个 永舍的副主任委员 来发言 按一下 麦克风按一下 主席各位先进各位委员大家好 针对这个监察院的部分 我有做一个投影片 那 主要是针对这个监察院的效能 来做这个判断 来做一个见解 那首先下一张 我们来从这个监察 下一张 我们来从监察院他一开始 我们电击去他的网站 他会有一个宣导横幅 来谈起 在这个宣导横幅里面呢 下一张 在这个宣导横幅 这个字有点小 因为要解监察院的图 他做了一个图表 他说里面最高的那个 他是这个年人政府的这个代表 他说我们这个监察院 七年来啊 我们总共帮这个政府省的 这个最高的总共有339亿 最高的里面这个是252亿 他说这个是在这个监察院 他去纠正 在101年的时候纠正经济部 纠正台电 说你这购电成本过高 那所以因为这个纠正案呢 我们促成了9间民间业者 来统一降价 那所以省了252亿 这是这里面最高的这个数据 下一张 那他在里面就提到说 在调查人次的分析 以这339亿去分析 我们平均投入一个调查人次 可以产生358万的这个效益 那如果是以他们的全员员工来计算的话 一个人力可以达到1250万的效益 下一张 不过我们来看这个时序 他这个339亿的这个数字 到底对不对 我们来看这个时序 101年的这个纠正案是在2012年的6月做成的 那我们来看到2012年同年12月 立法院的经济委员会 他做了一个这个 删减预算的这个动作 在台电购电案这边删了95亿 如果刚刚在座无预生委员没有离开的话 他应该可以很清楚的这个清知道说 在这个部分他曾经翻案 然后要说再增加53亿 那在2013年的3月 公平会有重罚的这9家民间业者总共63亿 后来到了2013年8月 9家民间业者才同意说我要修改条约 行政机关是怎么看这件事情的 行政机关是怎么看監察院的这个纠正案 監察院的这个说法 他说这个酒店业者他愿意要降价是因为我们纠正案的关系 我们来看到下一张 在行政院做出来 在監察院做出来的这个102年的这个纠正案里面 行政院有给他答复 他说他里面提到说 啊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 是因为台电有提理诉讼 是因为公平会有去裁法 是因为立法院有来删解预算 所以后来我们有跟民间业者 这个协调他们才同意调降这个电价 也就是说就连行政院都不觉得 那个101年的監察院的这个纠正案 有任何的效用 我们再看下一张 再下一张不好意思 那我们在这个针对監察院 他两大业务啊 第一个就是刚刚这个 这个纠正纠举调查彈劾这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是阳光法案的部分 我们在谈到阳光法案的部分 这个礼拜四刚好是这个監察院 他落成的100周年纪念 那在这个100周年纪念他们提到说 好我们这个为了纪念这件事情 我们必须 我们要公开国民党党产的资料 统计了14年 然后有100多笔的资料 总共有500多公分 那他们怎么公布呢 所谓的阳光 说我们公布在玻璃柜里面 然后但是民众要来看不能翻阅 这让我想到我们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 下一张谢谢 我们来看说这个阳光法案 在这个監察院他每年编自己编的预算里面看到 每年監察院的预算大概都编到六七亿啦 有时候快要到八亿 那财产申报的这个预算呢 他们大概每年会大概一千多万 那有时候会低到八九百万 下一张 根据公职人员财产申报的部分 第六条第二项 他说我们在第二条里面有很多人要申报 但是只有总统、副总统、五院院长 那个政务人员、立法委员、县市长、直辖市长 跟县市长的这些资料需要公布 如果我今天是一个屏东县满洲乡的这个居民 我如果要来看这个我们的这个满洲乡的这个乡长的这个参与申报资料 我必须要怎么做 下一张谢谢 我们看到第二条里面有列举了一大堆人 各级命运代表 比如说乡镇市议员啊 比如说这个 刚刚我提到的这个乡镇市长下一张 我们要怎么样来看呢 如果在監察院每天下午五点下班之前 你就不要查完 你要在五点之前到的话 你必须早上五点从满洲乡公所出发 花费大概换两千块的钱 你才可以有办法在四点十五分达到監察 走到監察院 那下一张谢谢 依照这个查阅办法里面 你在这个監察院里面查到资料 不能抄录 不能录影 不能影印 下一张 你同一个申请人 你对这个同一个申报资料 你只能每年查一次 在这个每年查一次的时候 你每次来你只能申请一次 在下一张 每一次你只能查阅三十分钟 也就是说我今天如果查到东西 我看到这个东西 我觉得有问题 我要在三十分钟里面看到有问题 但是我绝对不能影印操录 我连照相都不行 下一张 接着我要 如果 怕晚上没有车 我开车回去 我要花到五个小时以上的车 这个车程才能回到家 下一张谢谢 我们看到这个 去年 也就是去年的今天 二千零十 距离V 临时政府 他们在二十四小时内 里面就已经 达成了这个 两千多笔的资料的这个 公开啊 那我不晓得 为什么监察院 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 下一张谢谢 在效能部分 下一张 我们再回到 我们监察院的效能 在这个 针对这个 这个 这个 行政院他 对于这个 国家的这个称号的问题 下一张 他说这个 在出版 在这个 这两年政府出版里面 这个 有关中国的称号不对啊 在这个 我国 应该是中华民国啊 各级政府 都应该在各 施政各方面 正确使用这个国号下一张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 施雅萍在越南台上的时候 他发了什么样的帖子 他说我是台湾人 来自台湾 他没有写到中国民国啊 这是这个 纠正案下 后来之后发言的是 下一张 这是那个周帖子 下一张 就包括亚投行 中华台北 包括总统 包括立法院长 包括执政长的党魁 他都说中华台北是底线 奇怪啊 刚刚纠正案是 纠正案的这个说法是说 你应该有中华民国啊 为什么纠正案 监察院的纠正案 这么没有用 我们看下一张 这个是我在这个 监察院里面查到的 这个案件分布 上面那高的是 但是所有的包括 调查案件啊 纠正啊 纠局这些没有用的东西 总共每一年大概六百多件啊 但是 真正有用的那些弹劾 大概下面的四截二十件 下一张 下一张 就是让他跑完 不好意思 再下一张 再下一张 在这里 不好意思 签一张 所以总计啊 监察院七年 总共编了这个 五十二亿多的这个预算 总共才办了大概四千 四千个案子 三个案件 大概只办了一百四十三 再下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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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说监察院人少了 那办案的效率 会不会提高 那甚至会更低落 那其实你这个 减半的三千多万 其实只占了你总预算的 不到百分之五 所以 减半不一定对于这个监察院里用 最有用的效能 应该是把它 回归到这个立法院 谢谢 好 谢谢 这个发言 那接着 报告 公听 公听会 出席学者专家代表 均已发言完毕 现在 请登记发言委员 进行发言 每位委员发言时间 三分钟好不好 因为时间 已经到三点了 首先 先请李俊仪委员来发言 谢谢 主席各位先进 我想 我们只有 宪法法律命令的位阶区分 其实非常清楚 就是宪法的事由宪法来处理 法律的事由法律来处理 我们今天讨论过程当中 很多人提到 我们想藉由宪法的修改 来解决一些本来属于法律 甚至跟法律不太相干的问题 比如说什么 比如说不在籍投票 这个完全是法律未接 这个是选拔法就可以处理的 我们用宪法修改来谈 那比如说 考试院监察院的人数 这些人数 其实是组织法里面 人数的规定而已 那这个为什么也要用修改宪法来谈 所以 第一个我想强调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宪法修改就谈宪法修改 法律修正就谈法律修正 不要混为一谈 而且更重要的 不要企图用宪法修改 来解决法律上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 不要借着宪法修改 然后绑上自己政党所要的 一些法律的修正案 这是我们的一个前提 那我们今天提的问题 其实非常多 其实提的非常多 我们一直在谈 全责不相符 是造成这一次 这么大的社会呼声 希望我们来修改宪法的问题 那全责不相符 这个我们通通清楚 但是我们要如何建立一个 全责相符的体制 其实应该好好的讨论 刚刚吴玉生委员提到说 我们为什么要两阶段 为什么不能一阶段 那宪法的修改 本来就没有分阶段 宪法修改 本来就是要针对 现在所有的宪政的问题 那我们要一个一个来修 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如果我们叫 2016年的总统大选 要同时进行宪法的公投的时候 那势必自然而然 会变成两阶段 为什么 因为在2016如果要行使公投的话 我们自然在今年的6月16号之前 我们要完成立法院的宪法修正案 那完成宪法修正案以后 那才有办法公投 那这样自然变成两阶段 所以这个部分 其实应该更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特别是国民党提出来的 所谓的隔魁同意权 如果隔魁同意权 真的就解决全责相符的问题 我们愿意讨论啊 问题是隔魁同意权 既不是内阁制 也不是总统制 然后是不伦不内制 就像现在状况一样 然后企图用一个隔魁同意权 就要解决所有的宪政问题 这个是差之太远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 我们立法院的修宪委员会 我们可以好好一个一个来谈 有共识的先处理 那没有共识的我们就继续 又透过修宪委员会 把我们宪法应该改的部分 一样一样来谈 自然而然形成两阶段 所以我强调两件事情 第一个 不要企图用宪法的修改 来解决法律上的问题 第二个 不要试着用隔魁同意权 那告诉大家说 各位同意权通过了 立法委员可以兼认官吏了 这两个人下去以后 我们就通通可以解决 全责相符的问题 差之太远 以上 谢谢 谢谢李俊逸委员的发言 接着请尤美女委员发言 主席还有照常委员 以及说列席的专家学者 大家午安 今天是我们立法院修宪委员会的 第四次的一个公听会 那在今天的公听会的题目里面呢 增加了一个所谓的不在籍投票的 这个所谓的必要性跟可行性 那其实今天的专家学者 大家也都提到说 不在籍投票它其实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 它其实是应该在法律里面去修改 而不是属于宪法的问题 因为宪法它其实要处理的是 人民的一个基本的人权 是比较高位阶的层次的东西 所以对于属于技术性的东西呢 事实上是不需要在宪法里面去规定的 那宪法里面呢 那其实最主要去确定的就是 这个所谓的投票呢 它应该是确保所谓的普通平等 直接无纪免的这个投票的一个 那至于呢 就说其他的这所谓的技术性的 到底是不是到底应该要亲自去投票 还是要不在籍投票等等 真是属于技术性的问题 那其实呢 国民党也已经在这个委员会里面呢 已经把这个所谓的不在籍投票的 这个在选报法的一个修正都已经提出来了 所以事实上呢 是根本不需要在这一次的修宪里面呢 把它列进来 那至于呢 这所谓的降低门槛 降低这个部分区立委的这个政党分配的门槛的部分 那今天呢 这个郝教授呢 他其实呢 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观点 我们看到他里面所讲的 就是说政党5%的这个门槛呢 要不要调降 其实这里牵涉到说 是不是你是跟联历制 还是跟病历制来看 因为目前我们所采的是一个病历制 那又是5%的门槛 以致造成了这所谓的 漂漂不等值以及呢 这小党呢 根本就被排除在外面 所以呢 在这里如果说你要降低门槛的话 就是你是5% 那跟病历制 那当然这就是现行的一个不公平的情况 所以如果采病历制的话 你的门槛一定要降到3% 那如果采取所谓的联历制的话呢 它本身其实就已经有保障 这个小党的参与 所以在这时候 是不是还要再把门槛降低到3% 那我们看到德国的例子呢 德国它其实是联历呢 加上5%做一个适度的一个限制 不会变成小党联历到最后变成没有办法阻隔 所以在这里呢 就是说你的病历跟3% 或是联历跟5% 那如果说联历再加上3% 我想这可能会造成小党联历呢 可能政坦的一个不稳定 所以在这里呢 我想这个部分呢 是今天呢 所得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讯息 那我觉得说这个部分呢 是我们可以再继续讨论的 那至于呢 在考间 还有大法官的人数是不是要减少 那陈鲁就像陈昭如教授所讲的 就说当他是一个肿瘤的时候 不会因为把他割一掉一半的 把他瘦身了以后 他就不是肿瘤 所以呢大家有所谓的 要把这个所谓的考间把它废掉呢 大家是觉得说他没有功能的发挥 那其实应该要把监察院的职权 回到我们的立法院 回到我们的国会 然后呢 这个所谓的考试权回到行政院 我想这才是一个根本之道呢 那这部分呢 我们应该再继续讨论 谢谢 谢谢尤美女委员的发言 接着请赵天宁委员发言 好谢谢主席 在今天这个我们的公天会的题目里面呢 我个人的观点如下 首先呢对于18岁 我们降低公民权为18岁呢 本席表示非常的支持 那因为呢 其实我们在目前呢 的这个宪法本来就已经有规定 人民有应考试服公职之权 那所以呢 中华民国的国民 都有机会 跟权力担任公职 那至于呢 在这个公职的部分呢 他的选拔里面 在85条又有规定 应该呢 实行公开竞争的考试制度 非经考试及格不得任用 那所以呢 是要公务人员考试及格 所以我们在公务人员17条规定 凡国民年满18岁 得应公务人员初等考试 那 换言之 我们目前的这个 可以服公职 而且透过考试服公职的年龄 是在18岁 如果18岁呢 大家认为 并不合适宜 不合格 不管他的这个心智能力 他的这个各种的水准不合格 甚至能够被受影响的话 那又何以我们的公务人员 可以让18岁来报考 进而成为公职呢 所以这个是有相互矛盾的 所以我们认为 宪法的本文 就应该要把这个参政权 下修为18岁 那我们看到这个例子 比比皆是 不管是律师司法官的年龄 都是18岁 所以呢 不管是哪样的一个公职行业 律师跟司法官 都已经有18岁的话 那我们当然认为 在这个公民权的部分 下修为18岁是合宜的 那另外 在这次的另外一个题目里面呢 提到说考试院跟监察院的部分 我个人看法认为 其实呢在三权分立的国家 以及我们现在相对于 偏向总统制的 双首长制的国家 我们应该要像美国一样的 三权分立制度 要把它明确化 否则现在的监察委员 虽然呢 有经过国会的同意 但他的提名是由总统提名 所以呢 我们往往发现 他受执政者的这个影响甚深 所以再加上这一次 这个马总统又特别在这一次 把下一任的这个执政者的 这样的一个提名权 又把它提早把它提名完毕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认为整个 让我们的监察权 会受到整个执政的影响甚至 所以我们认为 应该要把监察权 跟考试权分别 回到他原来应有的 立法权跟行政权当中 让立法委员 也就是国会议员 他能够真正的行使 他完整的监督权 而不只是 我们现在在立法委员 已经看到的是 有刑事上的监督能力 可能在法案 在预算上我们有监督能力 但在真正纠举 调查的相关的听证权力 我们却负之确辱 在这个部分 我们是认为应该要 把它补强的 那最后 对于是不是要用联立制的方式 或提高部分区的相关席次的部分呢 我个人的看法也是倾向支持 我们认为应该要让更多的 这个民意的这个声音 进到国会 那用联立制的方式 会降低 因为票票不等值 因为比例不相符 而造成的在国会里面 没有完整代表权 而造成必须用社会力 来补足的这样的一个缺憾 以上 谢谢 今天五分钟 首先我们是请陈会长 陈茂雄 陈茂雄 陈会长的发言 他都不用带稿了 厉害 陈茂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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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很多人覺得是在國外 監察前是屬於國會 當然國會的話是可以代表民意 但是很多在國外很好的制度 在台灣都會出問題 台灣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意識形態對立非常嚴重 在野的立法委員 永遠是跟行政局幹起來的 那只有現在只有一個審核預算跟質詢的話 就已經把行政局搞得七分八數了 那如果再把這個監察前 你就又把它放到國會 會發生了什麼問題呢 因為監察前跟司法前是不一樣 司法審判的話 我都知道你犯罪 但是沒有證據 我就不能判你的罪 但是監察前不是喔 監察前是一個政治審判用投票的 那既然用投票的話 那審核在野的立委 永遠是跟行政院是對立的 那已經一個審核預算 一個執行 就一定是天下大亂 如果在一個監察前進去的話 而且監察前的決定是用投票了 並不是證據 可能是會嚴重的問題 那這種情形的話 尤其是發生草小也大的時候 草小也大的話 那有可能會癱瘓政府 所以我個人覺得的話 那個監察前還是要回歸民意 那不是以前的間接選舉 改成那個全國投票 用政黨比例代表制 用政黨比例代表制的原因 如果是有選舉的話 你可能專業會比較差 政黨比例代表制的話 有各政黨分配席次 那請專業人員來擔任 可能是最理想的 但是這個議案 立法院並沒有人提出來 沒有人提出來 可能是可行不可行 我不曉得 但是現在的體制是絕對是錯誤了 那個政務官不應該執掌監察權 謝謝 謝謝 謝謝陳茂雄會長的一個第二次發言 其他專家學者代表有沒有要發言呢 有沒有 是請我們 是何正 陳 對對對 陳 對對 陳耀祥教授 第二次發言 謝謝 主席 各位先請 第二次發言 那因為五分鐘的時間 我只談大概這個議題 就是說 關於這個立法委員 這個人數增加與否 還有所謂的這個門檻的議題 這個剛才比較沒有提到 那我們再講說 這一次的修憲呢 是擴大參與 生法改革 還有落實人權保障 這三個主軸方向 那所以我認為擴大參與的角色來講的話 基本上來講 我認為立法院的立法委員的歧視 必須適度的增加 其實在2005年那時候 在談這個國會席次檢辦的時候 那時候我也來參與過這個大院的公廳會 可是這個時候就出現一個問題 那時候當然是民意的去使 所以把國會檢辦 可是國會檢辦以後 馬上發覺一個問題就是說 基本上來講 第一個 我們當時所追求的 立法院的議事效率的提升 其實坦白講也沒有提高到多少 我認為這個不是說立法委員人多人少 那人多可能會比較有相關的 意識效率這些可能會有的問題 可能會被貪犯或是什麼 可是我認為最主要這個東西來講 是整個國會文化的問題 還有國會這個議事規則 還有資權行事法要去修 我認為基本上來講的話 不管是要主張採內閣制的 或者主張採所謂的半總統制的 沒有說內閣制 結果國會議員人數又這麼少的 因為其實這裡有一個問題 其實大院今天我們討論比較沒有提出來的 就是說你既然如果要採內閣制也好 或者採所謂的半總統制也好 那立法委員可不可以擔任內閣閣員 我們憲法第75條這個部分要不要修 這部分我認為也要配合去思考 這是我剛才所講的 這次的修憲呢 因為時間的時程壓迫都非常的急 我們一直在認為說應該是以穩不以急 就是說有高度共識的 那當然應該是可以通過 包括剛剛人權的議題 我們在這次裡面很少提到人家在討論這個問題 其實不管是從太陽花學運也好 或是從青年參與也好 很多都是人權議題 很多是涉及到世代爭議還有社會爭議的議題 這個在修憲裡面是不能忽略的 那我們認為國會制度裡面其實包括 我們剛才所講的 立法委員能不能兼任隔魁 然後呢 要不要引進像德國的所謂的建設性的倒閣制度 你要倒閣 你要不要先提出隔魁的人選 這些都必須去思考的問題 而不是一個只是回覆所謂的隔魁統一權就可以解決的 所以我認為這個真的是要通盤於思考 那至於門檻的問題呢 像德國是5%門檻 像奧地利是4% 甚至於有些像德國的邦也有才3%的 其實我覺得門檻基本上來講的話 是不是病例制一定是3% 連例制一定要5% 我覺得這個基本上來講的話 這個可能每個學者的見解不太一樣 我認為是3%到5%只要是一個適合的門檻 也就是說基本上是符合所謂的擴大參與的思考就可以了 反而是什麼 反而是因為這不在今天的這個場次裡面談的 國會呢 除了我們剛才講說國會行政院長還有總統的職權以外 另外有一個非常核心的部分 就是政黨要路線的問題 政黨 其實德國在他們聯邦基本法21條裡面 談到政黨路線 所以包括政黨的組織 政黨的任務功能各方面 還包括財務公開 包括所謂的危險政黨的禁止 其實這個是配套措施的 你不可能討論國會 不可能討論總統 卻不討論政黨 政黨其實才是我們現在政黨政治裡面最核心的議題 那很可惜是今天這個討論議題比較沒有提到這個部分 那其實政黨也會涉及到我們剛才說的政府組織再造裡面 到底哪些適合是說獨立行使職權 或是獨立審判 比如說大法官那一定是獨立審判的議題 那考試院考試委 我們認為這個還是要回歸到行政權 會跟回歸到所謂的國會權利 我們現在的權力分離過於細事 所以導致我們比如說我們現在的立法院 我們現在立法院那樣子權已經擴大了 可是跟真正跟西方這些國家裡面所謂的眾議院也好 來比較起來我們的權力還是相對來比較小 我們的整個立法院的 並沒有那麼像西方那樣完整的那種國會的權限 那行政院也是啊 你弄了一個考試院主管法治事項 結果又弄了一個人事行政寵處負責執行事項 那表示說實務上操作起來 其實在考試人事行政這一塊其實是有問題的 還是應該回到行政權 因為人事權是行政權的核心 所以一個被他的核心權力被分割 那這個行政權怎麼會有效率呢 所以其實大家如果擔心用人會有黨派的問題 那是在行政院行政權裡面設獨立機關的問題 以上補充到這裡謝謝 好謝謝陳耀強教授的發言 第二輪的發言 其他專家學者有沒有 謝謝 謝謝今天與會的學者專家及委員 各位提供的意見非常的寶貴 我們會全程記錄做成公聽會的報告 並送交各位參考 今天第四場公聽會 至此結束現在上會謝謝 請我拍張 farewell 感謝 us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